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 阿弥陀经要节 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请大家咧 翻开讲表 二十七页 二十七页 因为这段文是 这经文就是说 佛陀一个自问自答 为什么极乐世界叫极乐呢 就是奇果众生 无有众果 但受诸了顾名极乐 因为这个人受用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来说 就是从等劫菩萨以下的行者 都是无有众果 但受诸了 他这里面 我一大师是用四个图 上次我们讨论这个 用这个 从这个凡胜同期图 方便友谊图 时报专业到长期冠军来说明 他为什么能够 那个无有众果 但受诸了 是这样来讲 那这里面 我会了解到 他能够先讲一下好了 会但受诸了 这个但受诸 意思是这样 他藉口是 阿弥陀佛佛 佛力的加起之故 是阿弥陀佛佛的业力 佛力加起之故 才能够但受诸了 是这样 这个要先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在 在凡胜同期图 不论他的饮食 衣服 卧具 生佛之计 都是 所谓的 就是无量缩心所作的 随心所意 应念极致 都是 阿弥陀佛 佛力加此之故 幻句话说 凡胜同期图的人民 是享用什么 佛陀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他的加持力 才能享受这样 所以才能够在那种圣庙的五成境界 那么 孝无自在 可这么讲 孝无自在就不这样 那这里就在他心里 就是因为佛力加持之故 才有这样 他得到这种殊胜的利益 上次我今天上次已经讲过 我就不在 等一下再下一张 下一堂课 可能会再讲到 再说明一下好了 那上次我们把这个凡胜同期图的那个 无有重苦 但是除了简单介绍一下 借过 接着我们看一下 再看二十八页 方便友谊图 那前面呢 我们看一下 一往昏北 这个现在正式试图 那个科班 这个是一往昏北 就是一时的昏北 把这个他说 一往就是一时的昏北 这个四个图的不同的那个 那种快乐 是这样 那种乐不是无意之乐 那种是一种 就是一种发喜乐 餐与威食 餐与乐是怎么 那种乐 乐不是一般的那个无意之乐 那这两行 方便友谊图 这两行 我们一起念一下 二十八页 第一行 第二行 方便体观巧 无成空至己知苦 但受游戏神通等乐 这个我们知道呢 方便友谊图 他是修什么 一般是修体空观 通图我们修体空观 为什么知道 一般西空观也有 体空观也有 但是在极乐世界 一般是有体空观 但是他这个空观里面 具有什么 甲观 中观的那种功能 因为什么呢 这个极乐世界 它是什么 大圣三根界 大圣三根界 大圣佛法的地方 因为白简康 它这里面叫方便体观 它藉由这个 体空观的那种巧妙方便 其实这个巧就是一种 它有 它有甲观中观的含义 不是有空观而已 一般来讲是有空观 一般你要 方便友谊图 一定要断间施負 断间施負 才能够什么 到达这个方便友谊图 是这样 以前 你的参伯已经讲过了 那这里面 一般 像这样的 无成空至极之谷 成空至极又 成是在空极的境界里面 因为成空至极 等一下 我现在这四个字 成空至极 就是因为小圣 圣人的境界 因为小圣人 它没有大悲心 它只不愿度视 就是它不愿想利他 它只为了智力 它不愿度视寄生 救度众生 所以它是有 它艳离心很强 它艳离心很深 又很强 所以从无常往下我们 它一些智力来讲 爱好参定 所以容易 沉滞在这个空极的境界之中 是这样 沉滞 沉滞在 沉滞在空极 空极的境界之中 就偏真内盘一样 它又借空观的智慧 断了见识 那沉滞在这个偏真内盘 就是空极的境界中 它因为不想要利他 它就是对那种度视 救度众生那种利他的心不强 没有大悲心 简单讲 就没有大悲心之故 是这样 那这里面呢 极乐世界 它说无 没有 但是它没有小胜那种 沉滞在空极 在偏真内反那种苦 但是呢 这个苦就是便利生死苦 便利生死苦之故 那因为它虽然没有分断 虽然这个断了见识 断了见识就没有分断生死苦 但是有便利生死苦 是这样 那就是现在因为还有无名之故 它断了见识后 沉沙缝无名后还没断 是有这个还是苦是这样 苦是因为它还没有 把这个沉沙缝无名后断尽 所以叫苦 就是所谓便利生死苦 但受游戏神通等乐 这但受怎样意思是怎样 就是因为在极乐世界 他们都是由于佛力的价值顾 有佛力价值顾吧 所以能够享用 那种佛的功德 所以能够 游戏神通 就是游戏神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菩萨 有他的大悲心 他藉由他的神通力 又藉由他的神通力 来度化众生 就是类似游戏一样 是这样 而且那种 他又藉由这个神通力 来度化众生 就是好像一种 好像很自在 就是含有这 所以意思在游戏的意思在 游 这个游 游就是一种教化众生 游是教化众生 到十三世界 教化众生 那就像 因为他很自在 好像游戏 就像戏 一样 这个戏就是一种 自在无外的意思 自在无外就戏 有戏 戏 但是到十三世界 教化众生 而且就像 是这样 所以你自在无外 是这个意思 自在无外有戏 就是自在无外的意思 所以那这个乐 就是说 因为他以度化众生 为他的 感 因为得到 法喜乐是这样 是这个 一直在这里 这个是把这个 方便有益图 他的那种境界 他这个 简单的 稍微讲一下 但是我们知道 他的体空观不是只有 空观的 还有假观中观的意思 接着我们看 第三个 十报中外音图 这个十报 新观言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十报 新观言 无隔别 不容 虚苦 但受外 不失一乐 这个十报中外音图 新观就是 新观言 就是他用 言教的 一新三观 成就 十报中外音图 他用 十报中外音图 就是他用这个 新观言 就是言教的 一新三观 来成就 十报中外音图 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 无隔别不容之苦 一般来讲 藏教 通教 北教 北教 因为这里 简单讲一下 一般讲 藏教是修西空观 通教是修体空观 北教修什么 赤第三观 什么叫赤第三观 实性菩萨修什么 西空观 十字位菩萨修什么 体空观 实行 实行 就修什么 甲观 修完的话 在十位像 十位像菩萨修什么 中观 是这样 然后修完 修了成熟后 十地菩萨 从初地到十地菩萨修什么 都修一新三观的是这样 中观的是这样 那初地菩萨 延满的 延满成修中观 也是修中观 就所谓的一新三观 就这样 大概因为它这里 我们像隔北不隆之苦 这样子 因为北教里面 这隔北不隆之苦 它因为它只要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这个理事 没办法延容 理事没办法延容 就是说怎么样 理啊 比如说他认为呢 要先修空观 接着修甲观 再加上修中观 就是它次第性的 隔北就是这种 有次第性的意思 没有 没办法融合 相融合不融 没办法融合 就是理事 没办法延容 是这样 就是没办法称喜己修 是这样 就是换句话说 它本来什么 像延叫什么 一空一切空 一甲一切甲 一中一切 它没办法这样 它要先修空观 再修甲观 那中观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没办法 说隔北不容易 就是次第性 就是教 在教育上 智慧上 先修空观 断什么 见识佛 接着呢 修甲观 断成杀佛 次第性 修中观 再断什么 文明佛 是这样 次第性 人家智慧也是这样 先成就 一切之 再是什么 道往之 一切 他没办法一下子 全部 修会人 佛安基 里面说 出发心变成正解 没办法这样 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 他无 就是 但是在极乐世界 无格别 不能 极乐世界是这样 一心三观 极乐是没有次第三观的 是一心三观的 在十报中文图里面 他是用 一心三观 所谓什么 一心三观的 极空 极甲 极中三观是这样 三观是这样 是这样 十报新观也 新观也就是原教的一心三观 来修持 说完没有 隔北不容之谷 这隔北不容 没有这种理事 理障碍事 事障碍理那种 那个隔北之谷 这个谷就是这种 臂立生世谷 是这样 就是他没办法 还有我说 无名还没断境是这样 谷 但受无外 不时依乐 就是 严隆无爱的不思依乐 什么严隆不思依乐 就是所谓的 普理解法的 内盘基金的那种 法乐的境界 无外不思依乐 就是内盘基金的 普理解法的那种 不思依乐乐 法乐是这样 那极乐世界 一般来讲 有两种的 法乐 还有什么 产业 就是他发喜乐 还有产业 产业 产业还有发喜乐 还有产业 一般是产业 是这样 哪里面 那这里面就把实验 到采帐的好专劇 就简单讲过 了解一下 那里面就把实验 实验 都有解一下 然後接著我們看 極觀就近 就是藏極觀淨土的那種境界 那種什麼樂呢 這兩行一起唸一下 極觀就近等 無法生甚樂 生長留住知苦 但説趁信也滿就近樂 那這裡面呢 我想聲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大家先講 好 先講 它這裡面先簡單講一下 無法生甚樂 這個在 它都對跟這個極觀就近等 就所謂的佛的禁忌 佛禁忌 就是藏極觀淨土 究竟 為什麼究竟呢 它因為有在像那個 十報專頁是什麼 分正極光 它這是有究竟的極光 十報專頁又說分正極光 那這裡面就就表示它是佛的禁忌 究竟 究竟圓滿的禁忌 圓滿就是極光淨土 這個常極光淨土就是這樣 這個裡面無法生甚樂 真材 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因為它也是跟這個閻教 別教的佛 都等個廟訣 它斷了十二品五品而已 還有三十品五品還有一段 所以它畢竟還有它這法生會什麼 什麼要滲動呢 就是這個法生會什麼 從那個縫隙裡面洩漏出來 就是說它為什麼會洩漏出來 因為無名還被斷進 所以無名沒有斷進之故呢 所以那個法生會從那個縫隙中 就是滲漏出來 你在用滲漏出來 就是還沒圓滿 就是智慧還沒圓滿 沒有那個無名 就是你那個智慧圓滿的話 所以你的無名 法生會從縫隙中流出來是這樣 那珍藏就是等於法性水 它用這個流注 就是說這個法性的珍藏 珍藏法性水流注出谷 就是也是一樣 因為無名沒有斷進 它只斷了十二品五品而已 還有三十品五品會斷進 所以有法生的聖 還有什麼 珍藏法性水流出來的那種生死苦 什麼苦 就是便利生死苦 不是混蛋 就是因為它還有 因為三十品五品斷進這種所謂便利生死苦之故 是這樣 那淡壽什麼 襯興也滿究竟樂 襯興什麼 就襯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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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襯了這樣 就襯了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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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襯了這樣 奈萊奇營樂是這樣 也滿究竟的普云來說 messyo 맞he 內阪吉營樂是這樣 我們要請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先來看那個 上次的戶表 第三頁 上次戶表 第三頁喔 戶表是二 我把這個 那個什麼 方便體觀橋那邊,就是第幾行呢?第六行,方便有意圖,我們看一下, 齒圖方便有意圖,這事啊,這事啊,一起唸一下。 齒圖方便有意圖,有上教西空觀,卓度正路則,有通教體公觀,巧度正路則,皆誠字化成,偏攻即滅自苦,彼國齒圖聖人皆秉言教官,體色即空正路,不至空即即人,從真出夾, 游戏神通,敬佛鍋爐,成熟眾生,顧耶誕壽游戏神通等樂, 就是說他裡面,前面講,第一行是說,你如果從天來宗的藏教,他修西空觀,那通教修體公觀, 這個濁度就是他比較,他不像那個體公那麼巧,是這樣,體公道正路, 什麼叫體公觀,他請他瞬間看一下,這裡面,大家瞭解一下呢,請大家看到, 那個今天的戶表,最後一頁,第六頁,今天戶表第六頁,讓大家瞭解一下好了, 藏教,同教,別教,瞭解一下,今天戶表第六頁, 倒數第二頁,這引用這個偶義大師的解釋啊,偶義大師解釋, 人眼睛叫做人眼睛,倒數第二頁,我們看一下,這兩頁,一起唸一下, 我們說藏教,什麼叫藏教? 無常無我之故,他叫藏教義, 藏教義,你看眼視啊,是假借種種的陰眼, 就陰眼所勝法,所勝法是什麼?眼視,陰眼呢, 一般來講,圍視裡面,眼視九元神,九種陰眼成就的眼視, 因為你有根,層,才有視,根就是眼根,它是什麼?眼根,那個色層, 根層才有視的,而且它有什麼?種子,還有第八視,還有第七視,還有第六視, 這個種種的陰眼,它現在把眼視稱出來是陰眼所勝法, 為什麼?它這個所勝法的眼視是假借什麼?種種陰眼的稱出來的, 所以這個陰眼所勝是無常無我,所以什麼?無常無我, 因為眼視啊,這個所勝法是隨著陰眼在變化的, 換句話說,簡單講說,夜歷陰眼成就出來的, 夜歷陰眼成就出來的,怎麼講無常這樣講, 它假借夜歷陰眼就是夜歷陰眼成就出來的所勝法, 所以這個眼視呢,它是無常的,為什麼?有時候這個眼視啊, 所以陰眼在變化,無常是, 一般來說,無常為什麼無常呢?就說,比如說好了, 你要怎麼無常無我,你要怎麼體會到呢? 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就中午啦,我這講過很多遍齁, 比如說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你內心感受到, 這個色香味劇群了,是不是?感到就切死了, 比如說酸辣湯好了,又酸又辣,吃飽完後呢? 因為你對那種酸辣的感受這樣,慢慢淡薄, 還是消失掉了,就是無常,心就是無常, 吃飽完後就是這樣,心就是無常就是這樣, 所以夜歷陰眼在變化是這樣, 所以眼視一樣,它所謂的夜歷陰眼在變化, 所以無常是在體會到,這個眼視也是這樣, 眼視也是這樣,眼視這個視啊,其實也不是眼視, 就是六視都一樣,眼耳鼻舌生意,六視都這樣, 所以眼視也在變化的,因為從裡面,它是從無常裡面, 一年生,一年生,一年妹,他才不可得, 這無我,因為無常之故才在無我, 你也知道這眼視,剛開始生起來了,等一下就沒有了, 就這樣,那視就很了白性啊,這個了白性喔, 它介紹的陰眼生,等一下陰眼會滅了,就這樣, 才了解無常,眼視就是無常了, 還是我們第六視也是這樣,心就無常就是這樣, 所以過期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心不可得, 從無常裡面,體會到無我是這樣, 這意思在這裡,這叫張教義,那什麼, 什麼叫通,陰眼極空叫通教義, 這個陰眼會什麼叫通教義呢,就是什麼意思呢, 它用眼神無性當體極空的意思,陰眼極空通教義, 怎麼講呢,這個大家,我想看一下,看哪裡呢, 就最,陰眼極空通教義, 請大家看附表二一下,對不起啊,附表二, 跟大家複習一下啦,附表二, 附表二,第四頁,附表二第四頁,對不起啊,附表二第四頁, 我們看第四頁,倒數第二行,念一下好了, 倒數第二頁,中觀論,第四頁,附表二第四頁, 附表二第四頁,倒數第二頁,中觀論這句話,一起念一下好了, 陰眼所生法,我收集是空,意為是假明,意是中道義, 這陰眼所生法第一句話就是什麼,代表藏教了, 我收集是空代表通教,意為是假明代表別教,意是中道代表原教意思, 那空觀,什麼叫空觀,我們這空觀,最後一項,倒數第一項, 一起念一下,念到第十五頁的第一項, 觀延伸無性,極觀真地理,特性,無真實性,有便利性,無自主性, 從甲入空,不住有,大概你要把空觀瞭解一下, 他為什麼延伸無性,什麼叫延伸無性,陰眼所生法, 無有自信的意思,沒有自信,陰眼所生法,無有自信的意思, 為什麼呢?請大家看到第五項一下,延伸無性呢? 看這兩項,這裡,這個第五項,第二項,第三項,念一下,延伸 延伸延伸因之故,延伸即陰眼所生法,所謂一切法, 本來無生,但由陰眼即位而顯現諸法, 其一切法,乃為陰眼合合而顯現,之假相,如幻如畫,如盡中相,如水中月, 那什麼叫無性呢?我們練一下,也算練一下好了, 以性,乃本據,更三世而不易,不是由陰眼即位而生的, 故無性是,說明陰眼所生法,但有相而無性也。 所以剛才我們在對照呢,剛才那個附,就是上路附表, 剛才說陰眼即空與通教義,這個陰眼即空,就陰眼所生法,沒有自信的意思, 就即空這個意思,這個通教義是沒有延伸無性的意思, 即空就延伸無性的意思,為什麼呢? 再看一下,剛才那個附表二這邊,中觀錄,官式地平,就是第幾行呢? 第六行,第六行一起一樣,官式地平,未曾有益法,這一行一起念一下, 未曾有益法,不從陰眼生,事故於切法,無不適空則, 未曾有益法,這益法的意思是怎樣? 實法界的一報、正報的任何一法,都是陰眼所生法, 就是你實法界的任何一法,剛才我說掩飾好了, 實法界的一報,任何一法都從陰眼所生來, 所以一切法,因為一切法是假戒陰眼而成就出來的, 所以延伸無性是這個意思,所以陰眼即空,它這個通教怎麼樣? 它這個體空觀不要立根人就是這樣,它能夠當底其空, 就像我有沒有說,它不要魅色其空,怎麼講呢? 就像在吃飯的時候,看到剛才我們說西空觀,它是體會到, 它是陰眼生,陰眼,到陰眼吃飽完後,原來是不可得的境界, 但是體空觀是怎樣?吃的時候,當底其空了, 在陰眼生的時候,就不可得的境界了,它不要陰眼媚, 到陰眼媚才知道空是一種西空觀,體空觀的人是怎樣? 當下,當體即空了,陰眼即空的時候,意思說它是立根人,它很巧, 但是這種體空觀,不容易體會啦,但是要了解它的理, 但這句話,觀世地平,這句話要記起來, 你才能夠了解體空觀的含義,未曾有意法,不從陰眼生, 事故一切法,無不虛空的,你才能體會到體空觀的含義就這樣, 一切法是假借陰眼的成就出來的,所以沒有自信,對不對? 它是這個所謂法,一切法都是假借陰眼所稱法, 譬如說好了,我一念的謎法,我第六四一念謎法,訓習第八四, 第八四顯現什麼?渣染的境界,有這個迷眼的陰眼成就什麼? 六八戒,有迷眼的陰眼成就六八戒,那當然我透過學習法法, 透過文詞的訓習,一念的悟,這是我第六四一念悟的時候, 就不斷循取第八四了,第八四形成什麼?清淨的境界, 有這個悟淨,一念的悟,悟淨的陰眼,清淨的言, 形成什麼?四聖法界,就是這樣出來的, 假借這個悟淨的陰眼成就四聖法界, 不能四聖法界,乃至六法界,都是陰眼在邊發, 所以陰眼在邊發,當底極空是這樣,極空這個意思, 是陰眼所稱法,當底極空的意思在這裡, 同教就是這個意思,要了解一下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那接著我們看, 再回到這個剛才那個附表,就是經年附表, 倒數附表3,倒數第六頁, 現在講英年假名出身四聖法界因果是別交易, 英年假名什麼意思呢?假名就是什麼? 出身四聖法界因果是別交易, 這個別交是怎樣,別交要了解到, 因為他是屬於假官,注重假官為主, 因為假官來講,假官沒有假官, 這假官怎麼講呢?看一下,我們看到附表2這邊, 了解一下,假官附表2,第五項, 剛才空官假官,要講假官一下,倒數第3項看一下, 假官喔,這一項一起唸一下, 官無性延伸,疾官俗地理, 十戒冷靜延期,從空入假不住空, 這個裡面要了解一下就這個意思, 官無性延伸,那空官這要關什麼? 官延伸無性,這無性延伸就沒有自性, 注意,他假官就官無性延伸,那後面兩個字延伸, 官他因你的所生法,延伸他是,延伸就是一種, 假明、假象、假永遠的意思,就這樣, 他不是官無性延伸,他官無性延伸就是這個意思, 官俗地理,俗地就是什麼?因你的所生法, 官俗地就是因你的所生法理, 施法藉的軟靜延伸就是這個意思,大家了解, 那我們看中官附的一句話,倒數第2項一起唸一下, 已有空義過,一切法得成, 若無空義則,一切則不成, 這句話就說悲教的意思,悲教吧,悲教就是這個意思, 已有空義過,是什麼樣的空義過? 就是因應有這個空,因為空就是無自性, 就是沒有決定性之故,沒有決定性之故, 所以才有什麼?一切法,才有司法界的, 因司法界的依報真法才得以成就, 一切法界的依報真法才得以成就,是這樣, 已有空義過,因為一切法都沒有自性, 因為有空義過,空義過沒有自性, 就沒有自性,就沒有決定性了, 司法界是沒有決定性,因為有, 所以才有這個空義沒有決定性之故, 才能夠死呢? 司法界的依報真法,才能夠成就出來是這樣, 假如沒有空義者,一切法則不成,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空義,沒有這個決定性的話, 空就沒有決定性,如果說若無空義者, 如果決定性的話,人就永遠是人, 沒辦法什麼?沒辦法成就聖道了,是這樣, 若無空義者,所以因為空義過, 沒有自性之故,所以, 所以,法務殘忍過成就聖人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一切法則不成,是這樣, 了解一下,把這個假觀來講, 那什麼中觀呢? 這關就是所謂的一心三觀, 這個你先看一下就好了, 看這裡,我們看這一行一念一下, 第五,就是副表二,倒數, 那個第五音樂倒數,第一行念一下好了, 觀不左右,不左空,即觀中地理, 以空甲二觀為方便,入中道地義立觀, 不住有,不住空,就所謂的非有非空, 就有這個非有非空的中觀, 來觀到中地理是這樣, 是藉由空甲方便為方便,入中道地理, 空就是,只有空甲公, 因為空就是什麼?不住有, 假呢?假就是說不住空是這樣, 我記得入中的第一理, 那就看第六頁, 這樣也其實第六話就蠻有了解一下, 那個第六頁這裡面呢, 這三行一起念一下好了, 若行若住若臥若其, 堅止觀俱行, 所謂雖念諸華自信不生, 而父即念陰影和合, 善樂之列苦樂等報, 不失不患, 雖念陰影, 善樂夜報, 而亦即念信不可得。 就是大家, 我已經空觀甲方已經寫好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要解釋了, 因為這個了解就了解一下, 衝觀的含意, 衝觀的含意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怎樣, 你要這個也要, 你如果記起來, 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你能了解, 從你行若桌上裡面了解到, 陰影所生活, 雖然一切有不可得, 但是呢, 這個陰影所生活, 你的陰影所造的夜果是不失不壞的, 你要馬上觀照一下, 雖然一切有不可得, 但也不可得, 那雖然呢, 這個一切法是立立分明, 就陰影淑地理啊, 立立分明, 但是沒有自信的, 就這樣, 你要馬上觀照, 他沒有自信, 為什麼, 這個夜果啊, 是夜陰感照來的, 他是解釋了一年的變化, 所以不可得的是這樣, 沒有自信的, 是這個意思, 你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是這樣了解一下, 空觀中觀的意思, 然後回到, 我們回到這個第六頁這邊呢, 一年集中也, 這叫什麼, 一年集中, 偶爾大家簡單一下, 一年集中也是本外障, 就說你要接什麼, 一年集中, 一年所生活, 你要集中這意思, 你要藉由什麼, 非空非有, 從藉由空觀甲觀和方便, 來融入於中道第一觀, 集中是因為, 你不住有的空觀, 不住空的甲觀這樣, 融入這也就兩個, 空甲觀二戰類, 來體會到, 這個陰影中, 當體這樣, 當下就是中道第一地, 是這樣, 就看到那種如來仗的意思, 掩飾就是如來仗的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要本身要有中道第一觀的含義, 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不住有, 不住空, 怎麼講呢? 現在就先把這個, 了解這個意思就好了, 現在, 因為他能夠看到, 今天從掩飾裡面, 掩飾裡面, 你如果說, 那會想要本如來仗, 那是因為你有, 佛羅智慧之故, 佛羅智慧就是中觀的智慧啦, 因為你有佛羅智慧, 如果你看到呢, 你看到眼前的智慧都是佛羅智慧, 所謂如來仗的意思, 就是這意思, 不是掩飾而已, 看一個 六根六層六式都是如來仗, 不是, 眼色是一個甲界、Pcha裡而已啦, 是一個, 其實六根六層都是如來仗一記 在佛立眼鏡來說也看到如來仗的, 是這樣, 那從中觀的角度來看, 一些都是非空會有的角度, 看到都中到第壹曆、 是這樣齁? 就是那個金剛雲所說了, 佛高爾徐 Pedro, 凡寿向、 勤知器萬, 若見諸向非禁, 即見如來就這樣 若見如來就這樣 若見如來就這樣 你見到一切法 諸相 若見諸相 諸相什麼 看到因你的所生法的話 你不住的話 你非相什麼非相 你不住有 不住公 即見如來就見到什麼 那個如愛藏 如愛就如愛藏的意思 也是那個法生的意思 這個如愛藏就是等於法生的意思 看到是這個意思 這個縱觀是這個意思 大家就這個意思 大家要慢慢體會到 就是把這個 就是言教義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了解就好了 大概把這個藏通編演這個概念大家聊 就說 藏教是什麼 因你的所生法是無常無我的 他需要什麼 西空觀 那通教呢 他是需要體空觀 他是 一切法是延生無性 當體極空 是這樣 通教的教度是這樣 那卑教呢 他就是注重什麼 假觀 雖然他也是 他是有空觀 但是主要是假觀為主 因為一切法 雖然是延伸無性 也是無性延伸的 無性延伸就是 注意那個假明 假象假望遠 就施法界的因果是這樣 假明的假象 施法界的因果是這樣 那閻教呢 就是什麼 他能夠呢 只有這個遮犬的角度 從非空會有的角度 從中 看到中到第一滴是這樣 看到中到第一 中到第一滴就是 看陸外障的意思 一切記就是陸外障 是這樣 好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回到呢 再回到 對不起 回到 副表十二 第三頁 對不起 剛剛講到那些 我把這個帳通本稍微了解一下好了 那帳通本 回到第三頁 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個第三頁 這邊 就是上次的副表 第十二頁 副表十二 第三頁 這邊 我們再對起來 分別為題 這樣 他說 藏教西空觀就是這個意思 周渡 因為他 周渡 他是這樣走啊 對我們來講 他是很巧的 但是他是跟那個體空觀比較 他是比較左一點 比較遲鈍一點是這樣 然後渡葉生死 因為他陣入到這個方便有異圖是這樣 那因為他渡過 混斷生死了 那通教體空觀呢 通教體空就是這樣 他用延伸無性 當體極空 體空觀的 那種巧度很精巧的 渡葉生死 而陣入到這個方便有異圖 接塵之什麼 化塵 化塵就所謂拼成內盤 是這樣 偏空即滅之苦 偏空即滅之苦 因為會苦 因為他沒有 還有 因為塵沙漠 溫暈破還會斷 所以還有變形生死苦 是這樣 那極樂世界的聖懶是這樣 接秉成嚴教觀 因為 雖然在環面有種 雖然因為我知道呢 極樂世界大聖上根界 他體色 什麼體色 這個體就是什麼 物正道 這個體就是體物道 色即滅空 一切法 為什麼色即滅空 色就是延伸一種延伸無性的 當體極空 是這樣 色法是因爲所存法 就像延伸一樣 色法就是延伸 延伸極空的那個意思 就是當體極空 色法因爲所謂 當體極空 色法能夠物正到什麼 那個分別有一圖 不致空極 為什麼不致空極 就是因爲 佛力加止之固 因為極樂大聖上根界 雖然有 你雖然是講體空 但是呢 佛陀會讓你什麼 從空出甲 所以說極能從甲 從真出甲 就從空出甲意思 從空出甲 什麼 度過終身 因爲極樂世界是大聖上根界 有佛力加止之固 佛得燕力加止之固 所以每個人不可能說 層次在什麼 在空極的內盤中 是這樣 說能夠游戏神通 游戏就是能到十分世界 教化眾生 渡過眾生 然後戏就這樣很自在 渡過眾生很自在 無外的意思 就戏 像演戲一樣 這個神通就什麼 不可思議的 不可思議 通是通道無外的意思 總有神通 敬佛國土 成熟眾生 這神通就是利益他來講 所以叫做 淡說游戏神通等樂 好 把這個翻篇有一圖講過了 再看一看 再看那個十暴中間圖 這兩行 倒數第一行 一起念一下 倒數第二行 十暴無障礙 土菩薩皆秉一心三觀正路 觀至嚴隆之固 無三觀前破隔壁 三地不容之苦 過癮但受外不息樂 就是說十暴中間 因為極樂世界啊 都是用 他十暴中間用什麼 一心三觀 所謂極空 極甲 極宗 他現在空觀的時候 一空一切空 修假 一假一切假 修宗的時候 一中一切宗 是這樣 所以觀至嚴隆 觀能告的智慧很嚴隆 沒有什麼上觀前後 就是你這樣別價這樣 先修空觀 再修假觀 再修宗觀 所以三地 這個真、俗、中、三地不嚴隆 空觀是正到真地 假觀正到俗地 中觀正到中地 它那個不會來 它要次第性的 因為別價是次第性三觀 次第的三觀 是行修空觀 再修假觀 再中觀 次第四 它沒有像那個嚴教的一性三觀 那麼圓滿 圓隆 是這樣 但說無外不息樂 但說這個無外不息樂是佛利家子之固 才能夠享用這個佛陀恩隆的功德 所以享用無外不息樂 也是受到的 菩提絕法樂 涅反極因樂是這樣 好 我們回到 再給它第四頁 第四頁看一下 極觀究竟等 那第四頁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一共有四頁 我一起唸一下 極觀究竟等 法性之水 猶有聖肉流柱也 彼土受用同佛故 但說趁信 圓滿究竟樂 圓滿無上不敵 劫法之樂 究竟無予涅槃即竟之樂 這裡面就是指長激觀禁途 因為舊禁 舊禁 因為潘尼有婚陣的 婚陣 長激觀就是所謂的 十暴中原徒 它這個舊禁也不指佛的禁途 因為死節 截至新年 知本者 成舊禁節 這個死節就是所謂的空觀就是死節 甲觀的死節 中觀也是死節 然後從淨土來講 你能夠念佛的心 拜佛的心就是死節的意思 因為藉由這個死節就是所謂修德 修德就是死節的意思 修德 能夠開顯信德 達到新年初 新年初就是什麼 本有的新年初 能夠把那個開顯出來 截至新年就是把那個 本有的功德 新年初來的就是本死合一 成舊禁節是這樣 你達到把這個信德開顯出來 就達到新年 把這個 跟那個新年初 就本死合一 本解 死節合一 本死合就是本解 死節能夠合在一起 就是死本合一的時候 成舊禁節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佛的住處 這個理智不餓 因為算有理智不餓 人物的智慧 和所節悟的理能夠不餓 能夠融合在一起的 不餓就是能所一擄的意思 就是人節悟的智慧 和所節悟的理能夠 人所一擄是這樣 是 因為他乘性的 是這樣 沒有時候分配這種 人觀的智慧 所節一擄 然後生徒一擄 這法生他的極關晉徒 晉徒一擄 就是人所一擄的意思 這樣 那這裡面講 因為本來他講說 為什麼要有法生生肉 還有什麼 真腸六十股 因為他別教 因為別教來講 因為別教的佛 別教的佛 別教的佛 雖然究竟 但是只破掉十二品烏雲樂宜 因為別教他斷了十 他是從別教是十字位 從粗地到十地 粗地是 正道粗地是斷了一品烏雲明 到了十地已經斷了十一品 那斷了等劫的時候 在斷十二品烏雲明的時候 他成什麼 妙訣是這樣 其言教二行二位 其言教二行為了菩薩二矣 還有三十品烏雲明黑肚是這樣 所以他有法性的水 有法性水 就是佛名法身 他法身有滲漏 法身還有法性的水 就是用這個真腸流氏之骨來說明 因為他佛名還會破掉 因為斷鏡之骨 所以那個法性之骨 會滲漏出來也是這樣 類似我們說星光外泄一樣 那個意思 那筆讀呢 極的世界沒有這樣 極的世界他講 因為他這裡沒有法身滲漏 因為極的世界他受用什麼 佛的功德之骨 雖然能夠秤性圓滿究竟樂 但受秤性圓滿究竟樂是這樣 在極的世界的人 你在極的世界 秤性圓滿 就秤了正如性 能夠達到圓滿究竟樂 這原本就是所謂的究竟了什麼 菩提傑華樂 究竟了什麼 內盤即竟樂的意思 究竟了菩提傑華樂 還究竟了內盤即竟樂的意思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這個講表裡面 28月再看一下 這裡面 我一倒是要把它 把這個 再一個結論一下 把這個四五做一個結論 我們看28月 就是那個點四其妙 把那個就是同居圖 為什麼 它那個非常這麼殊勝 我們看一下 就是第幾行 第七行 南同居眾生 這一行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南同居眾生 以慈民善根同佛故 圓盡是土 圓受諸樂也 這裡慈民 就是同居圖的行者 這個是像菩薩 同居圖 雖然同居圖沒有斷 在同居圖沒有斷 見師父沒斷喔 見師父沒有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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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怎樣 以慈民 善根同佛故 因為知道 因為 人慈的心 是什麼 死絕 所慈的命號是 本絕 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命號 慈民善根同佛故 就是說 它以 就意思說 它以佛的 因為它 我們知道 你念這句佛號的時候 所謂的就是什麼 就是應光大師說講的 集眾生心 入大跌海一樣 眾生心 本來是防腐的心 因為你託這個名號 功德之固 有佛力的價值之固 還有什麼 十二乱光明功德 法力的價值之固 所以讓你這個什麼 你念這個佛號的時候 就是你讓你這個 這個善根 和福德和佛 等於和佛一樣 是這樣 是因為 所謂的集眾生心 頭大跌海 是這樣 同佛故這個意思 所以才能夠 嚴盡是土 同嚴壽豬肉 也是這樣 這個要說 你嚴盡是土 是因為你 有藉由這個 信念慈民之固 所以有那個 佛力的加持 佛的嚴盡加持固 還有這個名號 法力的功德 加持固 所以才能夠 你這個善根福德 就像和佛一樣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才能夠嚴盡自圖 就是說你這個 嚴盡 就是你這個 嚴盡 劇組的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 雖然你在 反正雖然是在 反正同俱圖 也是等於在 其他的三圖一樣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能夠嚴盡的 受用這個 種種的法樂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請大家順便看一下 看到 上次的戶表 第四頁 戶表師的第四頁 為什麼呢 它這個裡面呢 就是 就是倒數第幾行 倒數第五行 一起唸一下 為正稱名使 便以佛上根 為己上根 以佛福德 為己福德 貴隱同佛也 這裡面它講的是很簡單 什麼佛上根 為己上根 因為是這樣 是因為你 這句名號 有佛力的加持之固 還有什麼 這個名號 功德的法力加持 就十二百官兵功德的加持固 所以才能夠讓你善根 你的福德和佛一樣是這樣 所以它文 因為文就是在同佛也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英國大師的文昌 那時候 或許會更了解一下 上次我再唸一遍 或許會更清楚一下 好像在戶表十一吧 戶表十一喔 好 對不起 請大家 看下 戶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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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对,互比较到第一页 我们说,为什么看一下第一页,看英文大师文操精华录 就是第三行,南齿法门如是广大 从这一行念到最后一行就知道了 南齿法门如是广大,而其修法又及简易 由此之够非素有尽度善根则,便然地性无疑 不但仿乎不信,二圣由多疑之 不但二圣不信,前卫菩萨由佛疑之 为大圣,圣位菩萨,凡人圣敌了荡,地性无疑 然后再接继续练,好,一起练好了 两以此之之法门,以国劫为因心,前礼是佛境界 为佛以佛,乃能究竟,非比诸人至所能知故也 见圣边,荣书净土闻序 人以此法深深信心,虽是具无防夫 其种信以超恶圣之上 由以信念此佛名号,即人以防乌心投佛其海 故得前通佛智,暗而到妙也 就是说这个重点再来一集吧 就是它里面就是中 就说你知道你 它因为你就是以防乌心,以投大皆海 以防乌心,最后讲就好了 我正经是这样,因为本来是防乌的心 你见世佛都没断了 但是我信念此佛之故 我今天就说我今天好了,就藉由这个 我们念这句名号,就是有佛力的加持之故 就这样,因为你们知道你要 这个要怎样了解,要从那个观境里面 我上次讲过,你也念这句佛法 佛力就会加持了,为什么呢? 佛的焉意会加持之故,四百云焉意就会加持 第一个,佛的光明会加持之故,为什么呢? 在观境里面讲到,因为佛有无量相 还有无量豪,而且无量豪中有无量的光明 他怎么样? 一光明,骗照十二世间 念佛众生,舍其不舍,就这样 舍热你,这样 所以一定,他舍受你,就这样 佛号就能舍受我们了 既然光明,念你念这句佛号 一光明,骗照十二世间,念佛众生,舍其不舍之故 是这样,而且呢 这句名号的功德,他焉意加持之故 佛的焉意会加持,舍受我们了 让你和佛感力道不加持 所以自然佛会舍受我们 而且呢,这句名号具有什么? 舍入来观明的功德 上次讲过了,对不对?就是名号的功德 他名号的功德,法律的加持,有法律的加持之故 所以自然而然,能够和佛全通国制 虽然看起来能够通达佛的智慧一样 和佛的智慧一样 和佛的智慧就等于和佛一样的上根 一样的福德是之故,是这样 那重点在你有信念之故之故 有信念之故,所以有信念 所以能够得到佛力加持 得到法力加持,所以能够和佛一样 同样的上根,同样的福德 所以他想用什么?佛的功德,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你看再回到这边 你看喔,以慈敏善根福德同佛固是这故 是因为你有,是因为你有 既有信念慈敏,是因为你有 自成心之念佛,所以他感应道交 是这样,你看一下这个 善根福德同佛固,你看 那是看我们,就念佛的功夫是这样 你再想一想,在观经里面 所以算还没念到,观经,观无量寿经 有一段话,再念一句 念给大家听看看好了 诸我如来,是法界生 若一切众生心想中 世古如等,心想佛子 世心疾世 三十二相,八十岁一堂 世心作佛,世心是佛 诸我正变起来,从心想生 就是那句话,你看 诸我如来是法界生 若一切众生,心想中 这个若如来算是法性生,它是片一切处 诸我,算诸佛又这样 不是只有奥密托尔,释迦奥密托尔 普光我朋友都一样,佛佛道童啊 它们片一切处了,法身免 若一切众生,心想中,若 是一种感应道交的意思 因为众生心想是因为你有信念慈敏的心 有信念慈敏,叫众心想是意思 这能感的心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世 因为有能感的心 才能够佛的法身才入我们心中是这样 入我们心是这样 它不会无缘无故入我们心啦 就像我刚才说,衣光明偏照十段世界 念佛众生,你没有念佛 佛怎么会加持你,一定有念佛 是能感的心啊,它会加持这个意思 所以人家福德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世古如等,心想佛 如等就是心想佛史,什么心想? 第六四,意念佛所的时候 你意念名道,虽然是讲观想念佛 但是我们要用持语念佛 世古如等,心想佛 第六四,在念佛的时候 世心即是三十二项 世心就是世心即是第八四 便是便是便是佛的,佛的经念出来的 显现佛的功德出来的 那三十二项就是佛的功德 那是看我们的,念佛的生前 什么念佛生前?你可能是什么? 念到什么?世心不乱 你可能念了三分钟一心不乱 可能是五分钟一心不乱 可能是十分钟一心不乱 可能是三分钟一心不乱 看我们的念佛功德生前 乃是世心不乱,断短见世佛 就这样意思 这个功德是这样 那是这样 你得到佛 同佛的故事 因为你不断念佛的生前 是得到佛的加持之故 是这样 所以能够 世心自我,世心自佛 世心自佛 世心自佛 世心自佛就是第六四 世心念佛 世心自佛 世心自佛是第八四便是佛的境界 是夜色要从什么 六集由去 明日集 观任集 相日集 分任集 就文集去解释它 是这样 大家就了解一下 要把这个正好了解一下 这个 尚可从我说 一尽四柳 能够感 能够用受用的 受用什么 佛的那种种种的功德 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接着我们看 二十八月 那个 一个结论 结论一下 同居图 配什么来 就是我们 直接从 互至极乐最盛 从这里面 这一行 一项最后 互至极乐最盛 不在善三土 而在同居 两椅上知 则十万同居 迅其殊特 下佑可以持土较量 所以仿佛又入而冲隆 横操而度叶 佛说苦乐 欲在于此 这里面呢 佛次 这个 这个总结 佛 佛就是佑 根据这个顺序 顺序 就是跟他顺序 来走一下 复次 又根据这个顺序来讲 这个极乐 最殊胜的地方 不在善 上面那个 方面有一图 十报中原图 在场 同居图 最殊胜 最殊胜的地方 最殊胜的意思 最殊胜 为什么呢 良矣 这就切实因为 跟上面 跟那个比较一下 跟十万 就是上知 十万同居 迅其诸特 跟十万 就是说你跟其他世界比较 就上就 这十万世界的 同 还圣同居 迅 怎么迅 比不上 迅就比不上 比不上这个其 那其就指 那个极乐世界 的同居图 那么 殊胜奇特 极乐世界的殊胜奇特 会什么 凡胜体 现在还没讲 以后我会讲到 为什么 你见识或都没断 你会沿着什么 三不退 你会沿着什么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不可思议 你要为不退 一定要出国的圣人 要为不退 你要行不退 一定要断尖施祸 还是承杀祸 之间的境界 这很特殊 那极乐世界 我要讲一下 因为等一下 身边讲一下 你看 这微风吹动 这个风吹到人身上 马上成就什么 魅敬三魅 魅敬定 魅敬定 一般通途法门 你要得到魅敬定 至少要三国的圣人 你要断剑祸 要三国 出国二国 二国三国 要到三国的圣人 他都要魅敬定 这极乐世界 你风吹到 马上就魅敬定了 你看不可思议的境界 为什么 都是佛利家的之故 佛利家的 所以十万世界的 凡生东西都比不上什么 极乐世界那种殊胜奇特的 奇特没办法 除了极乐境界 极乐世界那个境界 那个十万极 迅其苏特 都比不上 就类讯一筹 就跟你讲类讯一筹 类讯一筹 类讯比那个极乐世界 类讯一筹 是这样 他们不要 太殊胜了 是这样 以后我讲到 你看 刚刚上次我讲过 你收拥饮食好了 收拥饮食完后 就是这样 身心柔软 无所畏着 要记起来 为什么隐身的身心柔软 就是这个 这范里就有什么 能够成就圣道的力量 让你消一账正无费 你看 才会身心柔软 吃饮饮 吃饮饮 都昏昏的 一般头昏 演发 不是头昏演发 就是会昏沉 因为 是这样 吃饮饮 身心柔软 无所畏着 不曾爱着心 你看不可简单的境界 你看我们寿佛世界 你看 你佛陀要叫我们吃饮饮 要怎样 行存无关 对不对 医者寄功多少 两秒数 要感人心 第二者 存己得恩 全皆因共 要什么 伸胃心 第三个 翻心尼共 三者翻心 贪得为重 有欲 看到翻喜 哇 内心很翻喜 很翻喜 看到不喜欢 内心什么 生起不满力心 就这样 所以佛陀就这样 翻心尼共 贪等为重 不要起贪嗔痴的心 就这样 尤其我们对隐食杖都这样 看到好的 特别翻喜 人家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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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有欲就这样 见师父面断就这样 就分别执着心很强 见着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我说见师父 见佛师父很强 那种子还在 所以难免呢 都会是分别执着心这样 所以佛陀就特别 凡心尼共 贪得为重 是这样 那极乐世界 不要担心这个事情 吃这段翻怎样 能够身心软无所畏着 不是爱着心 你看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挤这个例子 非常殊特 就这样 非常殊胜奇特的地方 就这样 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 然后佛陀 实在 这是比较跟十万世界的同虚度 比较 下沟由于 尺土价量 比下来 你看 跟这个瘦伏世界 尺土就是瘦伏世界 跟瘦伏世界的比较 那根本没办法比 瘦伏世界什么 你要了解一下 瘦伏世界什么意见 是业力缩款的境界 业力缩款的境界 业力缩款的境界是什么 生好宾思谷 讲生好宾思谷就好了 不要讲其他事故好了 极乐世界是联合化身的 没有生好宾思谷 对不对 差太多了 而且呢 都是三十二项 八水星好 是怎样的境界 我们再比较一下 了解一下 极乐世界和瘦伏世界 极乐世界和瘦伏世界的苦乐 要了解一下 瘦伏世界没有伤苦 极乐世界 你想啊 上次没有简单讲 我是简单讲而已 异界有什么 苦苦 坏苦 辛苦 因为我们异界了 因为我们人道了 正好了 那你知道 社界有什么 有坏苦 有行苦 那无社界只有行苦而已 也是这样 那这里面呢 看到啊 这里面说 所以总结呢 所以呢 有时候比较一下这个 索伏世界和能格极乐世界 比较是这样 比较是这样 那 这里面呢 我是要讲一下好了 有时候我讲无社界 有时候讲无社界 无社界那种辛苦怎样讲呢 我稍微讲一个典故好了 这里面说 因为你知道 释迦牟尼佛 他曾经修六苦恨 他曾经修六苦恨 他也是在 他成佛之前也跟外道学习佛法 有其中一位 外道型就是那个芋头佛兰 他曾经修过什么 他曾经修过什么 那种 他能够飞翔飞翔天的禅定 就是无社界最高的一层 就飞翔飞翔触天 就飞翔飞翔触天 那这个你看 这个飞翔飞翔触天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是那种俗生的境界 但是呢 毕竟还不圆满 会怎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芋头佛兰 他在修学飞翔飞翔触天的时候 因为刚好在树林中 听到一些鸟叫声 他就起不反的意义的心 怕这鸟叫来打扰他的禅定 所以他那七个恶念了 将来我成就到夜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这些鸟 这些来打扰我的鸟 这些鸟把他杀掉 然后又到池塘边境静坐的时候 修禅定的时候 那个池塘有一些鱼 就跳跃去 这时候他感觉到这个跳跃的鱼 来打搅到他的禅定力 他觉得 发一个饿式 好 你这些鱼啊 来打扰我 鱼有一天 我成就到夜的时候 要把你这鱼吃掉 杀掉 就是类似要这个意思 吃掉杀掉 所以结果他成就了 陆地的陆陵 成就了 飞翔飞翔心的功夫了 圆满成就了 所以他生到无色皆的飞翔面 但是呢 这佛陀可知道 他在八万大劫后 因为在飞翔 无色皆的最高一处 就是有顶处 就飞翔飞翔天的 成就后 得到这个狗豹后 在八万大劫后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一直飞离 飞离是什么 那狗豹就变成畜生到 变成飞离 飞离在吃什么 吃这个鸟 吃这个鸟 吃什么鱼 就这样 所以啦 你得到那种禅定乐 无色皆的那种禅定乐 是有辛苦而已 但是毕竟还不圆满 是不圆满的 你还变成出生到 是这样 也是可以跟他吃土 这个瘦伏 瘦伏界三界 所以佛陀怎样讲 佛陀在佛语教经怎么讲 卢等比丘 苍当一心一心 勤求出道 一切世间 动不动法 皆是八分之相 卢等比丘 这什么意思 就是各位比丘 比丘尼 幽婆是幽婆仪 苍当一心 要好好的 射住你一心 安住在什么 第一例 勤求出道 勤求什么 处理生死的要道 要努力的勤求 处理生死的要道 为什么 因为一切世间 动不动法 皆是拜活 一切世间动不 一切世间动 是玉界的境界 不动法是 色界 無色界 就是拜活不安之间 拜活不安之间就是这样 拜活不安 拜活不安 就像刚才无色界也是这样 你收起来 变成出生道 就这样 拜活不安之间 所以佛陀在佛语 妙法内怎么讲 三界无安 游如夫宅 众谷充满 慎可不畏 三界无安 游如夫宅 三界无安 不是安全的地方 好像火山团子一样 众谷充满慎可不畏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恐怖了 慎可不畏 是这样 了解一下 所以佛陀怎样讲 我们总结一下 所以 防护又如何充隆 这意思是怎样 防护说 你今天能够 心愿痴敏的话 就等于幽露 幽露怎样 幽的意思呢 安贤自得貌 安贤的很安贤很自在的意思 为什么有安贤幽露 意思呢 因为你心愿痴敏之故 因为有佛的愿力加持之故 有明好功德加持之故 所以能够 虽然你没有断奸是佛 防护是意思 没有断奸是佛的行者 你没有断奸是佛的行者 很容易入到极乐世界 就是你没有断奸是佛 而不紧迫 就充裕而不紧迫意识 充裕很充容的进去到极乐世界 你看充容意识 就是因为 心愿痴敏之故 是这个意思 而且是什么 心愿痴敏 防护 虽然里面有剑师父都没断 所以能够横操三界 横操就横操三界 我们知道 它这个横操意识在怎么样 比如说一个阻止 如果通途 这个横操就是 通途和进途丸的比较 一般来讲 通途丸 比如说竹子一样 在古德讲竹子 一截接一截一截 通途丸像里面的虫 把一截的截咬断 再到第二截 第三截、第四截这样 但是呢 这是通途丸来讲 竖的是这样 横操意思 就是它 从旁边咬一个口就出去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虫 就不要从旁边咬一个口 就从竹子里面就出去了 就出三界一样 是这样 横操三界 是因为佛力加持之故 那你通途法不是? 智力啊 没办法 不像佛力那么横操 是能够度月三十 度月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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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月生死苦海是这样 月过生死苦海 所以这个是这样 所以佛说苦乐啊 所以无有众苦 当然说这个亦在一起 为什么讲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简单讲 这个什么讲 刚才幽入我从容 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见世佛啊 见世佛 见佛的种子 实际上就在第八识里面 第八识就像什么? 倡故事一样 所以佛头的古德 你看英华大师文超论有讲过 这个见佛啊 就像呢 四十里流一样 那个流就是 急爆了水流啊 你像 那个溪流 那个流星很强洞 那个水流那急流啊 今天要越过去很难 但是阿弥陀佛 它安逸的方便 它安逸给我们一个 修了一个大桥给我们过去 修了一个大桥 所以你知道呢 西连池比的话 很安稳的 就像幽路很安稳自在的 很不紧 就是很从容 不紧迫 既有这个大桥 就越过什么 这个 这个四十里流 那个急爆了 那个急爆的水流 就越过去了 是这样 你看 你看桥下那个溪水啊 是那么急爆啊 你通俄网门 通俄网门 通俄网门就是自立网门 虽然你有的 你相信 它靠自立嘛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溪 在冲那个溪里下走啊 但是 不然稳 为什么 那个水流很强 被水呢 冲倒了 又爬起来 爬起来又走了 又被水呢 冲倒了 就这样 又爬起来 又被水 那个急爆的水流 冲倒了 就这样 接着我没走到 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 这样 又死去了 就这样 就这样 没办法成就活 没办法成就圣道 是这样 所以在自立网门很难 就是很难 很难成就 就是水油 水的力量太强了 什么力量 见负 失负的水油太强了 见负那种业力更加太强了 简单讲 我们选择一个 谁耶 那个地藏经有问题 话的时候怎么讲 夜力甚大 人敌虚明 人生俱来 人负虚明 人负虚明 就这个意思 夜力啊 就无量解来的 我们造作那些烦恼的夜力 太大了 就像这个急爆的水流一样 你靠自立吗 但是夜力啊 甚大 人敌虚明啊 你虚明上很高 我比你还高啊 人敌虚明 人生俱来 虽然啊 海水那么 深广 但是我 人生俱 我比你还生大还生呢 人负虚明 这个夜力没办法让你成就生到的 人负虚明 没办法让你 就是这个夜力啊 这个见负 所勤者的这种夜力的水流 没办法让你成就生到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个夜力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 好 回到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把这个 就是佛陀讲苦乐 就在一起 就说我们要了解到 要对这个生死苦乐 体会到 对这个极乐世界的乐 要体会到 星球极乐 就这样 请大家看到 今天 上次户表 第六页 对 第四页 上户表第四页 倒数第三行 看一下 一起念一下 两行一下 求生净土者多 万修万人气 故曰幽露 此方万生之众虽多 极乐 人充容不破 如海纳百川而不爱 尽寒万象而有余 念佛求生极乐 可得恒超三切 度月生死苦海 好 来 这个是严林法师解释的 因为求生极乐是万修万人气 就是意思是哪 很容易往生的意思 很容易修 但是要欣赐痴敏 但重点要讲 你要讲 要真的是 所谓的正位生死 就是你要出于心要很强 这很重要 出于心要 就是你本身要 要自成肯切的心 那后来讲自成肯切的心 是因为对这个受世界的苦 极乐世界乐 深深的体会是这样 你才会能够 妄修万人气 为什么这句话怎么讲呢 在八达林经有句话 以前讲过了 他怎么讲说 这个 这个 那个如是 这个八节书乃是诸佛菩萨 这个八 就是八个节书是 如是八世啊 还是诸佛菩萨 这首节书 精进行调 精进行调 慈悲秀 成法生产 这里面 忽然生死 渡脱中生 这重点要在你 以前八世 开导一切 令诸忠生 绝生死苦 十二有意 以前八世 开导一切 令诸忠生 绝生死苦 十二有意 绝生死苦 重点 佛陀本义 就是借由这个八剑世纪 八大人结 开导无量的变忠生 让忠生 绝生死苦 就是你对这个生死苦 要深深的体会 你知道吗 才会 才会捨立无意 修行神道 才会呢 才会修学这个进入法门是这样 你没有对这个生死苦没有体会的话 就练不起来 没有什么力量啊 换句话说 你没有对这无常故苦 苦疾无我 对那种生死苦没有体会的话 对这无常苦 无常故苦 这种生死苦没有体会的话 唸这集报很难有力量 就是这样 是在这里 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鼓的这个 所以这里面呢 万修万人祭 就是说你要怎样 要念 对生死苦的生死的体会 才会自成心去念佛 是这样 才能够幽露 幽露是有条件的 幽露是有条件的 幽露是很安心自得 是因为你有 既有有信念的心 又有身心 信念的心 信念佛 之故 才能够幽露是这样 不是说 虽然说 安闲自得 入境地 是因为有 身心切之心 才能够幽露 是这样 才能够忘休忘人祭 是这样 他讲这些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极乐世界 我这个 这个讲到这里 也说星球极乐 也说星球极乐 这里面段话 我想 等一下节课 我再说明明 把这个 也说星球极乐 稍微了解一下 就好了 我想 先下课好了 我们继续 请大家 方开上次的户表 户表12 户表12第5页 户表12第5页 这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一大师讲到这个 我们要 对这苦乐要 了解 意在 你看那个 就是讲表28页这边 28页中 佛说苦乐 意在于此 这里面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佛说 无有重苦 但说出了 意在于此 就是你本身了解一下 这个极乐世界它是无有重苦 为什么无有重苦 就是你要 比较一下 这意思就是要比较 比较什么 极乐世界的苦 和 极乐世界的乐 和极乐世界的进阶比较一下 那为什么要 怎么样 就是你本身要 升起什么 燕里枢佛 心求极乐心 是这样 那我们了解一下 对这个极乐世界 倒数第一行 燕心手 这一行一起练一下 什么叫燕心手 以所燕尽不然着顾 为什么叫不然着顾呢 请大家看第六页 看到第六页看一下 第六页 陈卫斯论是什么 谁叫陈卫斯论是什么 第六页第一行 陈卫斯论是解释为师三颂的论 一共是玄壮大师方语的 这个玄壮大师是 但是根据十大论识 就是印度里面的十大论识 来他们解释这个为师三颂 为师 为师三颂 用 藉由这个十大论识的解释 他们解释的观点 把它再录下来是这样 所以陈卫斯论是中文在解释为师三颂的是这样 他里面提到的 这部论也是很重要 要学取为师颂很重要的论 他第六什么叫燕心手 这个怎么讲燕 这个燕我一起念 瓜好一起念 瓜好一起念 瓜好是欧益大师的解释 一起念一下 燕未以善废 聚取之 无贪一分 以所燕尽不然卓固 说这个燕 还有善废 这个善废 善法的废 因为废是二废 善废 这个废什么叫废呢 你所观尽 以所观尽 简则为信 断你为业 这个所观尽 就是所观尽的境界 比如说我们正报道身心 依报道的境界 那什么简则 简卑 抉择 要简卑一下 抉择一下 我们要观尽到我身报身心 我们正报道的身心是 比如说我们说我世界 你要观尽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身心是什么 它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这个生老病死在 谁在决定的 业力在决定 业力的因缘 让我老 病 死 就是这样 就是业力在决定 乃至呢 一报境界 你呢 今天的成败的诗 都是业力在决定的 就这样 你业力在决定 那这个就 业力在决定 这个费心手 然后呢 于所厌尽 不懒着顾 于所厌尽 对这个 你 厌就是你对那种 不喜欢的境界 你不是很懒着 为什么 你了解的 你了解这个正报道的身心 一报境界它是什么 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它是 太可怕了 就是那种 它是一种 补偿的 它是一种 不安稳的 它是不穩定的 你 你才能不懒着 就是你有这个智慧 不是你懒着 是这样 所以厌不是说我离开了 不要了 不是这样 所以你不懒着顾 这个不懒着就是一种智慧 是厌尼所带有不懒着顾的智慧 那看 成为之论 关心法要是谁解释的 我意大事的也是 关心法要 我意大事特别叫 关心法要就是我意大事的解释 厌尼 我在讲的 他在里面讲的 深入又深入一点 怎么讲呢 看一下 从这个第二行一起练到最二行 愿意界则不懒着意界 乃至愿无所有处则不懒着无所有处此世间善也 愿生死则不懒着生死此二圣善也 愿偏真则不懒着偏真此通菩萨善也 愿二边则不懒着不懒着肯萨善也 愿弹中则不懒着弹中此别地菩萨善也 愿愿四废图则不懒着四废图此敏捷凡胜不利阶级一超之日 不失意之最胜善也 世故愿以收佛求生净土 名为第一连路无上法门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怎样倒数 研印世卫图什么世卫图 请大家看一下看讲表二十三页 二十三页讲表二十三页就到了 世卫图哪 世卫图你还知道吗 他世卫图这个我遇到这里 就是看他二十三页 讲表二十三页有看到 有 环胜同情有看到五着重者废对不对 对 第一个废还有什么方面有一个 西空着陆正路者废 第二个废第三个什么十八五废 次立三观正路者废就是这个 然后常经管就是这样 分正者废是这个意思 他指这个四个废图 是了解一下这个了解就好了 就是你体会到 但是我今天讲一下 这个除了我们说方便友谊图到 常经管废是比较一下 他不是会是比较一下 他用的那个观照力不严满而已 他比较还是不简单的境界 是这样是比较而已 还是算是不是说会 是这样比较 他严满是这样比较 他用的比较 光法比较严满一点是这样 他就清静 那你没有不严满就是会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这里面呢我就不要解释了 大家了解这个 把厌理说的意思 就是你不懒着 是不懒着 为什么 不是说我厌你的 这个厌就是我对境界这个 切实体会到的 他是个无常的 他是不安稳的境界 他怎样 他是不安稳就是不稳定 那是 那不是我们归于处 所以他严你是 严你是这个意思 不懒着是个意思 不是说我 我离开他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意思 不懒着 这个叫带我智慧的意思 就像透过的 奴里的思维 奴里的观察 他不懒着是这样 然后去看我们看 请大家看一下 第四页 对不起 第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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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手 这愿心手 对不对 心心手看一下 心心手第一行 也是偶一大事的解释 从第一行念到最后行 此心心手 虽不卑立 而用最大 故守世之 防外修六行观 辗转心上世 既妙灵 故人愿下诸苦 出壁藏 但你见思未断 仅成世间有落之善 二圣心要内奔 故人愿离生死 但你成沙未断 仅成初世偏真之善 前卫菩萨心要大圣 故人愿离小旦 但你无名为辅 己成从空入甲之善 第前菩萨心要中道 故人愿离二边 但你无名为断 仅成相识 忠道之善 唯有 言人心要无分别之实法 故人愿舍二边 虚妄细路分别 以诸无名言辅言断 成就无上 具足妙善 从名字善 乃至究竟善也 佑妇言人了达心念之极 以不心念亦非亦策 故独至难心要求生极乐世界 愿离收佛无量众谷 以此一心一愿之中 便能言尽四种佛图 只此心心 一名不愤 一名不恨 一名不劳 一名不疾 只此愿心 一名不牵 一名不交 心敬则 必愿一废 愿废者必心敬 故此二善其必同时 成佛作主莫此为要 心急大贪 愿急大称 其事下类贪称有名 无需者哉 这讲那么多 这个我们不要解释 这个解释下去我讲不完 我讲下去 可能二三十分钟 可能要至少 倒数第一次行就好了 倒数第一次行 故独至难 就是什么 这里面 这个为什么我念这个 大家了解一下 倒数第二行 倒数第三行 心敬者必焉灰 焉灰者必心敬 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 就是说你 今天我为燕尼索婆 一定有星球极乐的心 我星球极乐的心 一定有燕尼索婆的心 那这里面要了解到 这心心所里面 就是你对极乐世界的一报专言 正报专言 要认识到 就像我们刚才讲过 在前面讲过 在就是 我一大师说 正宗有三分第一 广成笔图 依正妙国 以起信 广成就是那样 藉由这广化的陈述 就是什么 详细的说明 极乐世界的一报专言 正报专言 来什么 让我们说过 文师的薰许 他讲这些都要让我们 你了解的 还要怎样 回去思维一下 不断的思维 因为我们 如果说你听到了 回去不思维 哇 跟你讲 一两个礼拜就忘记了 忘记空空 都没有了 所以还要思维一下 你要透过文师的讯息 为什么要文师讯息 建立信心的 为什么知道呢 维师很重要 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 用第六诗去听 那你去听的时候 不断的讯息第八诗 第八诗一个种子 摆留下来的 你这个种子 你可能一个礼拜就记得 但是你如果去 如理思维的话 你不去思维 这个种子 本来对这个 这个集的世界 以把概念的种子 慢慢讲 淡薄掉了 所以就有不断的思维 把这个种 本来有一点信心的种子 让它深厚一点 是这样 就不断的讯息 要如理思维 就这样 你要不断思维 他的极乐世界一报专严 正报的思维 要这样 就不断的思维 为什么无有重苦 单纯出了 要了解一下 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无有重苦 为什么没有生老兵尸骨 连窝窝身之骨 要了解一下 你要他体会一下 他思维 不断思维 讯息第八诗 那这个信心的种子 产生坚定不理解 要这个产生坚定不理解的种子 才会这样 你知道才会心求极乐 不然你怎么心求极乐 很难心求极乐 因为极乐世界模模糊 虽然是有厌理的心 但是对这个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 那种性结不太深厚 是这样 所以心境的必要 你要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圆满 它不是我们的归一处 自然会想 心求极乐 那为什么要心求极乐 因为它什么 它为什么是我们的归一处 无有重苦 当然是这样 这样要了解一下 所以心求极乐是这样 那我就不要解释了 那最后仰 心急 我先讲 心急大灘 什么大灘 这大灘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绝对的灘 这个大就是绝对的 就是究竟无灘的意思 究竟无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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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这边是要讲字 夜灵所把心求极乐 新手办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是维师的角度 是偶一大师的解释 偶一大师的解释 偶一大师的解释很多货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以后有时间了 我们再慢慢 再来学习 好 请大家回到 我们就请大家翻到讲表 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个人受用事 这个 就说这里讲过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所受用事 就所送用的境界 你今天这些 所送用的哪些境界呢 请大家看到二十九月 讲表二十九月 经文是所受用的境界 是哪些境界呢 就是依报专言 这依报的境界 是所受用的境界 我们看二十九月第一行 经文一起念 又设立佛 极乐国土 七宗南巡 七宗罗王 七宗杭树 皆是师宝 周遮围绕 事故彼国名为极乐 这时候呢 佛陀又招呼了 这个摄利佛尊者 他说啊 要说明了 那个极乐是 那个 依报的境界 他只是简单的讲而已而已 简单讲 这极乐世界 七宗南巡 七宗 这七宗 七成 这七 七宗南巡 这个七 当然有含义 我还说七颗道笔 对不对 这个七就大概七 这七重就七成一字 南巡 这个南就是 南就是我们的南干的意思 南巡就是南干 干啊 干就是 南就是狠的 干是直的 七成的南干 然后七种的楼网 这七种是因为树里面 这个楼网是怎样 这个树 有七成的楼网概物柱 七成的楼网 这个楼网是怎样 珍珠所合成的网 等一下我们再得不到 官无量缩金就解释了很多 我们一个片面的盖世间 有七成的楼网 那七重黄树 这什么七重呢 大家知道 在无量缩金里来讲一个 这个树它一般是有 根 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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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花、果、樹葉、花、果、合成的 叫七個是這樣 七個部分是這樣 七個部分是這樣 七個部分來合成這個 行是什麼 一行一行 每一行的樹都是直子的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一下 等一下看那個善導導師的解釋 都是四寶桌 這裡面四寶是這樣 因為它 我們知道 摸摸摸機是金錦的部分 我們知道 無量縮金講到 即日世界的什麼 它的不論地面 乃是種種的地面上的物 譬如說七寶池 八龍水 宮殿 樓閣 總統什麼 都摸摸合成的 是無量摸摸合成 不是四寶而已 但這裡面會講 講金錦 四寶而已就好講 它是有含義的 但是代表是藏了我進的意思 就是這個都桌著圍繞 圍繞著整個 它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個都四寶 都是 不管他說 這些七層 七層的欄杆 七層的樓 從這樹 七層杆樹 這個樹 都是什麼 都是四寶合成的 然後呢 桌著圍繞 這個桌著圍繞 就意思說 片在周遍繞著什麼 圍繞著這個 圍繞在四周圍是這樣 其實它是怎樣呢 圍繞著宮殿 宮殿都被這些樹 藍桿為主 會怎麼講呢 怎麼講這句話呢 這晚生路的句話 晚生路有這麼講 怎麼講呢 晚生路是這樣 宮殿諸羅閣 宮殿諸羅閣 光十萬無外 雜樹 異光社 寶覽片圍繞 就是宮殿 從宮殿這個樓閣裡面 就是宮殿是什麼 是佛菩薩所住的地方 都是能夠看到 從裡面能看到 從宮殿 或樓閣的那個牆壁上 或住上坑下的十分世界 這個不要講了 我們講 這不是我們今天講的 然後雜樹 異光社 雜樹 就是七層杆 有各式各樣的異光社 它能夠放出無料變的光色 然後還有 被這個七層樓網所圍繞住的 是這樣 宮殿是這樣 這是這個周麻羅圍繞住 這個宮殿 樓閣 都被這個七層樓網 七層樓網所圍繞住的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事故彼國名為積樂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是這一頁網身路這麼講 了解一下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請大家看到 上市戶錶第六頁 上市戶錶第六頁 看一下 這裡面看一下 上市戶錶第六頁 倒數第四項 七重難損 有沒有看到 七重難損 樓網鑽研空氣行術 鑽研陸地 一重杭術 一重難損 重重相間而至於七 上腹以七重樓網一皆是 七寧流離玻璃四寶合成 做成 七重四寶一單類元 其始重重無盡 寶寶交錯 周遭圍繞 佛菩薩住處 就是佛菩薩住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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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七種藍樹 七種藍樹圍繞住了 為什麼要講七種藍樹 因為藍樹圍繞在樹裡面 因為樹外乎七成的藍樹是這樣 那怎麼知道呢 我怎麼知道這個事情呢 請大家看到今天的戶表 今天戶表第幾頁 第一頁第一頁 今天戶表第一頁 看一下 我們要寶樹 因為在無量縮經 寶樹已經了解了 我們對寶樹 它是根莖之條 玉花果已經了解一下 這裡面講無量縮經 觀經 以後我們會談到 以後我們會學到 這裡面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唸過就好了 不是說不易在解釋 我們看那個 從第二頁一起唸 唸到最後一頁 觀寶樹則 一一觀之座七種杭樹翔 一一樹高八千遊行 其珠寶樹 七寶八葉 五步巨竹 一一發葉座一寶社 流離色中 附金色光 玻璃色中 出紅色光 瑪瑙色中 車車騎光 車騎色中 出綠珍珠光 山路五步 一切縱寶 以為印寺 廟珍珠王 迷糊樹上 依樹上有七重王 依晚間有五百億廟花宮殿 如放望宮 諸天童子自然在宗 依童子 五百億世家 疲人且摩尼 以為陰若 其摩尼觀照百遊行 猶如和和百億日夜 各個聚明 縱寶堅重 射中上轍 這裡面呢 我們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一包 我們看喔 這是在觀七重王 觀七重王數啦 那這裡面呢 八重遊行 那就太高了 因為遊行大概四十發離 六十發離 或是八十發離 一發離等於0.5公里 到這邊很高啊 那這裡面呢 我們了解一下 它裡面呢 一發 什麼一發 就每一朵花 每一片葉子 做藝寶色 呈現什麼 這呈現什麼 呈現什麼 與眾不同的珍寶的顏色 就是這雖然是 譬如說他講的 琉璃色中 初見 就可能這片葉子 這片花是琉璃色的 但是換成什麼 金色光 就是一寶色 就是一絲 我們講一下 聊一下這樣就好了 就是那個太特殊了 太特殊了 太特殊了 以眾不同 是這樣 那接著看 我們看那個廟珍珠王好了 再看 對不起啊 跳到倒數第一次行一樣 廟珍珠王是嗎 就是王 現在講七重樓王啊 七重樓王的意思 這個樓王是嗎 由廟珍珠所形成的王 然後迷糊樹上 就蓋糊在整個很普遍的 蓋糊整個七重樓樹上 蓋在樹上上 然後每一顆樹怎樣 有七重樓是這樣 所以每一顆有七重 每一顆樹啊 就有七成的樓是這樣 就七重樓王的意思 那每一個樓 你看 說那個樹 那個樓太大了 每一個樓 每一個樓 一樓就 每一層樓之間 每一層樓之間 你知道嗎 五百億 廟花 這個微妙的花所形成的宮殿 五百億 那個蘇聖的花 微妙的花所形成的宮殿 不可思議 就像社界 大昏天王的宮殿一樣 那這裡面就不要解釋了 這童子當然是菩薩的意思 那我們這不要解釋 這要了解一下就好了 這裡面就我講到 因為以後的解釋 就說對一個七重樓王的一個解釋 那什麼七重樓樹呢 我們要了解七重樓樹 這裡面七重樓樹 了解什麼七重樓樹呢 我們看倒數第一行 那個善導倒數的解釋 兩爺 今年七重樓樹 或有一樹 環金為根 紫金為敬 白影為枝 瑪瑙為鳥 沙魯為葉 百億為花 珍珠為果 如是七重 互為根敬 乃至花果等七七四九重樓 或有一寶 唯一樹則 或二三世 乃至百千萬億 不可修寶 唯一樹則 此意彌陀經 意中以管論盡 顧平七重也 隱形者 彼國臨事雖多 行行整職 而無著亂 對不起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回到第一行 因為我們知道極的世界它是就近如虛空 就像虛空一樣 廣大無邊際 沒有邊際的 太大了 沒辦法 太大了 像虛空一樣 哪是以七行為良 不是只有七行而已 那是在某個區域 只有七行 可能在這個 比如說在這個 比如說重陣區 或某個區域 剛好這個區域叫七行 它這個區域來說明 這叫七行的 這個這麼來講 這個這麼來講 是某個區域 在講七行是這樣 兩眼 那看我們看 我看那個 請教大家第二頁 什麼七重 就是所謂的根莖枝條葉花果 結果就不要解釋 因為以前在 我們在無量縮金 就解釋過了 對不對 了解這個 應該可能根它是 環境維根 可能是白米維根也不一定 也可能是馬爾維根也不一定 就是有種種不同的組合 但是就是七重 從根莖枝條葉花果 七重 七成的意思 就這樣 那這裡面大家了解 什麼叫行者 到處立行 什麼叫行 就說明那個極樂世界太多了 它的樹很整齊 好像就表示它整齊 而不雜亂就是意思 就了解就好了 七重的樹的意思 所以我們大概七重是一個概念 了解 七重 什麼 從根莖枝條葉花果 叫七重的意思 是這樣 好 那回到呢 我們大家把這個了解了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看第二頁 看今天復表第二頁 第五行 那個是誰 七重樓王 行術之外 又繞一重蘭枝 重重相間 而至於漆 這也是就是某個區域 在某個 譬如說 在這個重鎮區域 在至於漆的這個意思 就是他用一層 就是佛菩薩住在宮殿樓枉裡面 然後圍繞著什麼 蘭筍 圍繞在外面 就是杭樹 就是七重杭樹 是這樣 一重杭樹 一層的杭樹 那接著 又一層的蘭桿 一重函樹 就這樣 倒置於七 意思 這個意思在這裡 了解 那是蘭枉就是什麼 指那個樹來講 因為樹被蓋負什麼 七層的蘭枉是這樣 了解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要再想一想 就是佛菩薩被這個蘭桿 一層的樹圍繞著是這樣 意思 了解一下 我們回到呢 大家了解 我們回到這個講表 第十二十九月 我們概念咧 這裡面我們看 一起念一下 從那個 所描書生的境界 總是聖境 一共有五行 一起念一下 七重錶 七科道平 四寶錶 常樂我盡是德 周渣為道則 佛菩薩的無量住處也 皆是寶皆是功德身 周渣道則他嫌聖遍 此極了 真因年也 七 這個七是這樣 有人這麼解釋 這個七 我們知道 釋迦王女佛誕生的時候 他在東西南北漢都走了七步 走了七步 然後再說 天上天下 唯我獨真是這樣 就七有這個意思 那七就是一種 代表它圓滿 就是圓滿 也就是圓滿的意思 有辦法出世法的意義 因為第七步 它圓滿 也是這麼講 走七步都這樣 有這個意思 因為前六步可能是在世間法 第七步就出世間法 這麼體會一下 這個參考 但是這個七裡面 這七重 國異道是甚麼 七科道餅 所謂呢 什麼叫七科道餅 四正秦 四如玉竹 四念俗 然後五根五立 一 二十二的 再這樣 二十二的 再這樣 七絕之 八正道餅 就是等於三十七道餅的 就是這樣 七道餅就只比 只三十七道餅 那四保 藏了我進的四德 藏呢 就是 這藏的意思 標準 從時間來講 就是無量說明的意思講 無量說明 恆常住了 就是從 證如性 恆常住了 你可以這麼講 恆常住 恆常住 就是能夠說明不變的意思 那個樂呢 這個樂怎樣 就是所謂 說到剛才那個 所謂的普利絕法樂 內反極境樂的意思 我呢 這我叫自在意 自在意的是自在 佛會逢 以我自在意的意思 自在意的意思 靜呢 就是能夠清淨 遠離一切 種種煩惱的意思 那周周圍道呢 就是佛菩薩呢 他們被這個 佛菩薩住在什麼 住在宮殿樓口上 然後被這些七重 被這個南竿 這個珍寶合成的南竿 還有珍寶合成的那個一層一層的樹 所謂繞者是這樣 印在這裡 那皆師寶 這個廢常師寶 就是自公的身 在極樂世界的人民 這些行者 他們具有什麼 常樂我盡的功德之故 所以要自公的身 因為他本身具有什麼 常樂我盡的功德 所以自公的身 那內陰的內在的功德很深 是這樣 常樂我盡的功德 是這樣 因為我們介紹這些 為什麼呢 他能夠成就 餵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是這樣 而且呢 周圍道的他閒騙 他閒什麼意思 指什麼 這些佛菩薩 他閒聖騙 佛菩薩 就是表示多福德之故 表示遠恆 遠恆 是 自公的夜陰來講 內陰很殊聖 然後這眼呢 會很殊聖 佛菩薩圍老者是這樣 所以極樂也真 因緣也 是真的是切實一種非常殊聖的因緣也 就是內陰有 其實那人非常能功德 常樂我盡有 因為是 阿彌陀佛 佛力的價值之故 是這樣 你才能夠成就 常樂我盡的功德是這樣 所以你本身自 說人能 自有自有 常樂我盡的功德 是因為有佛法的價值故 是極樂 這因緣也是這樣 所以極樂世界也非常 而且他嫌偏偏 極樂是真 非常殊聖的因緣也 多福德 怎麼樣 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中華我盡量演很重要 演很重要 這麼講 什麼講的意思呢 這個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個前面講到 這個人 我們知道呢 孟姆三千的故事要聽過對不對 孟姆三千的故事要聽過對不對 孟姆三千 我就不要講了 這演很重要 為什麼演很重要 我再講了一個故事 再了解一下 在佛陀世代 那個時候有 南美都會有病 因為瘦佛世界是伊歷所感的境界 然後病時 沒辦法 每一個人都有了 來自佛陀 比丘們 你看佛陀那些多很多比丘 不是只有一千年 很多幾萬幾十 好幾幾萬的比丘 有病都看醫生對不對 一看了 那時候佛陀世代有一個伊王 叫齊婆 齊婆是秦成的佛教徒 所以如果比丘們 或是適用歷史們 有病的話 去找齊婆 伊王 他很厲害 那時候呢 那是齊婆命中了 他晚上到這 晚上到天界 他可能到了一天 這時候呢 比丘我病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他的 這位神通第一的尊者 就是木戶晉典的尊者 他想到說 那今天比丘我病該怎麼辦 要找誰 想到妻婆 我就到了一天上了 就要去找他了 到了天上的時候呢 看到這些天上的天人 每個人嫁著嫁著 都很快的過去 都很快的過去 都很快的 駕著馬 駕著車子 可能過去 一個一步步的車子 都過去了 都沒有人理 沒有人理 為什麼 尊者 木戒也很尊者 這時候 看到什麼 齊婆過來 是駕著車子 這時候齊婆是這樣 擠一手 向尊者打招呼一下 然後就走了 這時候 這時候 尊者說奇怪 他在於 在於那個 蘇婆世界的時候 很尊重他 很尊重尊者 怎麼知道 這幾首就走了 這時候 尊者 就是用神通 讓車子停下來 停下來 只好這個 這個騎一婆 就知道 這個會怎麼走 可能就知道 這個是尊者的用神通 讓他不動 所以說他就走下來了 就下來了 就像這個尊者打招呼了 他說 哇 你是 你不要 你不要怪我 你看 在這個 在天界裡面 你看 一界天人 大家都 哪一個人在踩你 大家都很忙 哪一個人都沒踩你 都駕車過去了 只有我 才向你打招呼而已 只有我才向你打招呼 你看 你是知道的 因為天上 天人太忙了 這個 因為會怎麼忙 很多節目 有很多節目要享受一下 太想 那節目太多了 哇 太忙了 享受這節目 忙得不得了 只有我才來 像打招呼而已 然後這尊者 那個 然後接著那個 騎一婆又說 尊者 你找我有什麼事啊 這個尊者說 當然有事要找你 就是說 人間有一位比丘生病了 問他請他怎麼辦呢 騎一婆說 就是 要以 減食為良樣 減食就是什麼 少吃東西為良藥 要少吃東西 要減食為良藥 減食為良藥 減食為良藥 就是良藥減食為良藥 這佛羅斯 以斷食為天一 佛羅斯講斷食為天一 他是這個 七佛羅斯以減食為良藥 減食為良藥 我這個故事是怎樣 我這個故事不是說 以減食良藥 以減食良藥在說故事的 我這個故事在說什麼呢 因為境界太重要了 異界的天人 你看 道一天好了 你去生到天天上 那個境界什麼 我們知道天人啊 那狗暴 正暴的身心很殊勝 我跟他那邊講完 異界天人啊 天人什麼 也是施死得死啊 施一得一啊 你知道嗎 施死得死 天天也是這樣喔 你看 比如說好了 我就講這是道一天好了 發了天 第一段就是 發了天 發了天你想什麼 就現出來的 他自己都 我想要吃麵 吃麵條 就麵條出來的 我想吃飯 快就出來的 你看 厲不厲害 你不知道厲害 就那個境界那麼殊勝 那他畫自在天怎樣 你想什麼 你想要 我今天想要衣服 你就拿個衣服給你的 他畫自在天 他畫 就別人 別人畫給你的 你知道嗎 你看那個殊勝的境界 你看 天上的天 異界天都那麼殊勝 我現在講這個道一天好了 我今天這個故事在講什麼呢 我說不是在講 以僅實為良愛的故事 這不是這個故事在講耶 因為天人的果報非常殊勝 是非常 是修行的道氣 真的其實是非常好的修行 但是呢 因為太忙了 節目太多 沒辦法申請的 燕儀心 沒辦法申請燕儀心 是這樣 所以境界很重要 你在這個 你到異界天的話 怎麼修行呢 沒辦法修行 乃至色界無色界 那什麼 色界 到異界那一間什麼 是無意之樂 色界無界什麼 禪定的禪定樂 禪定樂 禪定樂 禪也為實 發起充滿 就是那個意思 那個色界無色界是那種禪也為實 那種禪也樂非常好 很殊勝 他不想修行 他就迷在那邊而已 也是這樣 你也對這個 你也你為什麼在極樂世界 對 在色界無色界 就被這個禪美樂 那種禪定的樂 所迷惑住了 異界天被這個 他就無意之樂 我迷惑住了 很難修行 雖然他們狗暴體非常好 狗暴體非常比我 人還殊勝 但是不是 沒辦法修行 因為沒有什麼 夜離行是這樣 所以演很重要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說 夢母三千就是這樣 夢母三千 故事就是這個意思 境界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要對照這個故事 對照這個裡面 你說他嫌勝偏 說什麼意思 你的公司 公司 我們說說 諸善善的巨位處 就這樣 極樂世界是諸善善的巨位處 說你怎樣 你根本不會這樣 你不想怨禮 也自然會怨禮 是這樣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境界 在極樂世界 說不見不一樣就是 你這裡要想一想 極樂世界 諸善善的巨位處 就是跟觀世音菩薩在一起 大四世菩薩在一起 文書菩薩在一起 普行菩薩在一起 怎麼會懈戴呢 不會的 所以差很多是這樣 這個善界 不是我們歸一處就是這樣 它是一種 雖然狗暴底很好 但是怎樣 天界雖然狗暴底 但是呢 沒辦法生起什麼 夜離行這樣 所以沒辦法修行是這樣 所以你說他嫌勝偏很重要 所以說環境很重要是這樣 請大家看到 看到今天的護表第二頁 今天的護表第二頁看一下 那個第二頁呢 就是倒數第四行 一起唸一下 此中文有表法 表者顯矣及見聞以顯矣 戒視以顯矣等 七重表七顆爆瓶及三十七道瓶 畏視念處 視正勤 視如意足 五根 五立 七節之 八正道 詳視如孝文也 這個裡面等於 以後會講到 我們就看 我們看到倒數第二行 一起唸 唸到第三頁第一行 彼國同姬仁仁 徐濟世德 常者同佛無量受故 樂者但受諸樂故 我者自在無外故 敬者清淨莊嚴故 人據世德 則自功德生 內因聖也 他嫌聖便則 多福德之言強 此書聖盡皆一記 萬得何名之所獻也 好 大家了解就好了 這個就 我們大概講過了 大家看到就了解 好 我們就回到這個講表 講表那個 看我們這個 看到這個講表二十九頁呢 這裡面呢 就是看 這裡面你會想要講 這個就說明了這個極樂世界 這個仕途啊 他所說的境界不一樣 不一樣的境界 為什麼要看一下 同一淨土 我們看一下 吃等專員同淨土 最不一樣 我們先看 還聖同淨土的淨土 這兩個一起 吃等 我們從吃等專員一起唸 唸到 唸前面這兩個就好了 吃等專員同淨淨土 是真善善業所感 一言五品觀手感 以原生生妙五成為一體 到這邊就好了 這裡面就是說 你所受用的那個境界 因為凡聖 這個仕途所受用的境界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所感到你的陰不一樣 所感到的果就不一樣了 是這樣 那這裡面有兩種的陰 哪種陰 真善善業 手感 真善善業 什麼意思呢 真善善業 這善善業說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 這個凡聖同淨土是 以信念痴敏之故 雖然見事後都沒斷 凡聖就是沒有斷見事後的行責 但是因為 只要正善業 因為一念 信念痴敏的心 而痴敏 有時候有 慈禮念佛 就這樣講 你念到什麼 歐彌陀佛上 就把 歐彌陀佛的功德 歐彌陀佛無量的功德 塑造在我們內心上 就是把 塑造的時候 就自然開閒了被人的功德 怎麼講呢 這個廉詩大師說怎麼講 廉詩大師怎麼講 廉詩大師怎麼講 廉詩大師說 就藉由這個 信念痴敏的功德 這個修德 把我們本有 信我之心 把我們本有的功德 就和佛陀那無量光明 無量說明的 就是把 就是藉由這個名號的功德 把我們本有的無量光明 無量說明的功德 就顯示出來是怎樣的意思 正善在這意思 就是你念到 因為你有信念痴敏之故 就把這個修德 把我們本有的無量光明 無量說明的功德 看得出來是這個意思 正善在手感的意思 是信念痴敏來講 那廉武品是什麼 廉詩五品光明 就是廉詩五品光明 就是廉詩五品光明 其實廉詩五品光明 其實廉詩五品光明 是廉詩五品光明 是廉詩 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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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詩五品光明 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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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詩廉詩 真善善業的陰,就是什麼真善業?就是信念痴敏的陰 和陰教五品光惡味的陰 所以感造什麼?陰年所生活的 殊聖為廟的五成為體,就是為國是這樣 那這個殊聖為廟五成是什麼?就比如說 飲食啦,想要飲食衣服啦 你的種種的睡眠那些都是什麼? 就是聖廟的五成是這樣 請大家看到今天的復表 第二頁,第三頁,對,第三頁,看一下 第三頁,看一下,我們看一下第三頁 第三頁,一起唸一下 明同居土因果,以善業官任為能感應 以延聖聖廟五成為首感果 此等尊嚴則,種子同居尊嚴有二能感應 一、真善三頁則,別子同居乃專始佛名所感 以念念其佛,乃成佛之輕音言 紀念相繼乃等無間言 以佛號為所言盡,乃所言言 言真善則,即真善言,總色全三言 二、言教五品觀則,為誰喜讀誦 說法,堅行六度,正行六度 以此行為能感之音,同居盡讀,為首感之果 對不起,在無間言,紀念相繼 是在這項概念的第三項,紀念相繼 來等無間言,對不起,等無間言 沒有注意到,對不起,行哥抱歉 無間言,就間什麼間 這個中間的間,就是那個中間間段的間 一個日,等無間言,對不起 那這裡面他說,這句名號 你念這句名號的時候 就得到前三年的功德 是叫清言,等無間言 他所言的功德是這樣,這個意思在這裡 其實就是要信念痴敏之故 因為其實他能夠增上業者 因為你信念痴敏得到佛力加持之故 有佛的佛力加持之故才這樣,增上業也是這個意思 這這裡,因為這個言禮法師簡單講一下而已 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把這個了解一下 就是,那這裡面,什麼聖廟五成 這個聖廟五成就是殊勝為妙的五成 為題,就是為果,感到,怎麼講呢? 就是這種飲食,你看我們知道呢 極樂世界的飲食,非常殊勝 你看,吃下去當然,身形都軟,無所畏著 衣服都是珍保合成的,你看 你看,你今天想要穿什麼衣服 就是這樣,自然披發在身了 原來衣服就消失掉了 而且是這樣,隨心所欲,應念其至 這隨心所欲,無量隨心這麼講 隨心所欲,應念其至 你想怎麼樣? 應你的內頭馬上現前的是這樣 不可思議的境界也是這樣 乃至呢,我這個講到這樣 飲食衣服柱也是一樣 譬如柱的環子好了,要高一點,低一點 窄一點,寬一點 也是隨心所欲,應念其至 是這樣,不可思議的境界 講正常就好了,其實他要講行 那行更多 因為實際上這個,聖廟五成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就是這樣,你的聖魔之聚 那些聖廟五成境界也就是這樣 是這樣,是延伸廟,它是應年的所生活 為什麼這樣? 因為佛力的價值是這樣 佛力的價值是這樣 所謂佛的果報,佛的功德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看方便淨圖 這方便淨圖是一種沒有見識佛了 它斷了見識佛了 為什麼斷信?它用空間的字 它有見識佛,斷了沒有見識佛了是這樣 所以它是一種無肉的五成,我會提 我們看一下,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方便淨圖是極空間至首感 異相是三觀首感,以妙真地無肉五成為一體 是極空間至首感 這個極空間,它我們知道 了解一下,這個極樂世界是大聖三更界 大聖三更界,它就用銀教 它是用銀教的法來修使的 它不用藏教、通教,它是用銀教法 所以這個空間是,是銀教極中極甲的空間 極中極甲的空間 就是這個空間含有什麼? 含有甲觀,還有什麼?中觀的智慧 不是只有空間而已 所以這個極空它是有,含有極甲極中的智慧 不是只有空間的智慧 要解一下,銀教了 而且呢,也是相識三觀 所以它修這個,用一心三觀 要正到什麼?相識位 叫相識三觀 用一心三觀的智慧來正到什麼?相識吉佛 相識吉佛的境界 用一心三觀正在相識吉佛的意見 所以叫相識三觀是這樣 相識吉佛,用一心三觀的智慧 正到相識吉佛的機會 斷了見師佛 甚至你斷了成沙佛也不一定是這樣 斷了多少 要相識三觀的意見 所以廟真地,無落成為題 這個廟真地要講 這個廟就是不可思議 它是一種,這個銀教不可思議的真地 它是有極,也是它包含的 極俗極中的,極俗地,極中地 就是這樣,這個真地裡面還有什麼 極甲極中啊 還有,有俗地、中地的意思 是這樣,萊恩教 那個極甲極中的不思議的真地是這樣 那無落五成為題,為什麼呢? 它這個,因為它是無落五成 它斷了見師佛了 是無落的境界 那這裡面,這無落比較一下 因為前面那同居主是這樣 它有見師佛 它是因人所生佛 聖妙五成是這樣 那這裡面無落的五成 這個色身相外處 都是和內盤相應 和內盤境界相應的那種 極淨無畏的境界 這五成座和內盤相應 極淨無畏的境界 是無落的五成是這樣,為國 請大家看到今天復表第三項 我們看一下,方便劇圖 我們從那個第三項 倒數第三項一起念 念到那個第四項的第二行 此平方便土 因國以極空觀至相識三觀 為能感應,以謬正地無落五成為所感國 因則有恆有素,素則極空觀至所感 恆則相識三觀所感 言極空則非通教即有之空 乃言教即中即假之空 乃言教即中即假之空 相識三觀者,一心三觀 正如相識畏也 空觀相應正如 方便圖 唯妙真諦則 非是障通二教之真諦 乃言教不失意真諦即假即中 故稱為妙無落五成則 方便圖,一不愛五成為體 乃中道無落五成也 就是說本身他既有 在極樂世界他的空觀 不能用空假都是 言教的空觀,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那個境界 是這樣,只是說他以空為 還是以空 以空為主是這樣 雖然有包含假觀中觀,但是以空為主 是這樣,他正在無落五成為題 是這樣 就是他以涅槃相應的 這個極境無為境界是這樣 然後看,我們看十暴莊園圖 這一集,一起唸的十暴莊園圖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十暴敬圖是廟甲官至首感 亦分正三觀首感 以廟屬地 無盡五成為題 就說呢 這個十暴莊園圖是廟甲官至首感 廟甲是不可思議的廟甲 就是太嚴教的 那種極空極中的廟甲官 就不是用以極空極甲 不可思議的甲官 官的這個智慧所感的 然後意思是分正三觀 就是用這個一心三觀的智慧 正到什麼?分正即佛 一心三觀的智慧 正到那個分正即佛的境界 這個分正上觀是這樣 首感的意思 分正上觀的智慧 就是分正上觀的智慧 唯一感 唯陰 所感召什麼?廟屬地 無盡五成為題 這個廟屬地就是用 嚴教的那種 集真集中的廟屬地 也是集中集真真地 集中地的廟 就是這個屬地還沒有什麼? 還有真地理還有什麼? 俗地理還有 這俗地還有真地理還有什麼? 中地理是這樣 無盡五成為題 就是說這個成啊 一成能夠無量成 一月無量 怎麼樣?什麼意思呢? 我要先講一下 在這個能源記有句話 上次我們叫 以矛端現保暖叉 以矛端現保暖叉 然後做微成禮轉道文 以矛端 矛端成就是漢毛的一 我們一矛端現保暖叉 這個矛端非常小的 現保暖叉 現那個佛世界 保暖就是佛 佛世界就是小中限大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小中限大 做微成禮轉化 做微成禮 微成 這塵埃啊 非常微小的塵埃 在轉大法輪 就是佛在轉法輪 他能夠大中限小 佛是無量生 無量的爆生佛 能夠在這個 非常微小的塵埃裡面 來轉法輪是這樣 說法轉大法輪 做微成禮轉大法輪 就是那個 如果大中限小 剛才余毛端現保暖叉 就是小中限大 做微成禮轉大就是所謂 大中限小 就是那個 是不是 事事外境界 就是類似那個意思 就是那種禁界 因為極的世界那種 無盡無乘 就是乘來 是無盡無量 無盡的乘來 就一有無量 一有無量的禁界 是這樣 是這樣 這個意思 請大家看到今天的副表 第四頁 第四頁看一下 是第四行 我們一起唸一下 第四行唸到最後一行 此名時暴土因果 以妙甲觀賜 分證三觀為能感應 以妙俗地無盡五成為首感國 此土因亦有橫術 術則妙甲觀賜 非別教赤地之甲觀 乃人家極空極蟲 不思議甲觀 衡者分證三觀 乃人家分證味中 一心三觀 此惡人為能感應 首感十抱苦國 為妙俗地則 非是別教之俗地 乃是人家不思議俗地 極真極中故稱為妙 無盡五成則 色身相畏促 隨己一成 皆祭一切成 成成無盡 時暴土 亦不外五成為題 乃中道無盡五成也 它裡面它是 因為極的世界是 言教的境界 大聲所謂大聲三根界 就是這意思 那這裡面就講過 大家都了解念過就好了 我們再看長期觀俱讀 長期觀俱讀 長期觀俱讀 一起念一下 就是江表 二十九月倒數第二行 一起念 長期觀俱是 極中觀制所感 亦究竟三觀所感 以妙中地 乘性五成為題 這裡面講到 就是說 這個極中觀制 就是說它這個 它是 中觀制就是用 也是淫教的中觀 不是別教的中觀 它是用 因為別教是用 次第三觀 先修 空觀 假觀 在中觀是這樣 次第性 那這裡極中 反正就 言教的極真 極假的中觀智慧 就這個中觀 還有 空觀 假觀的智慧 就是中觀 就是這樣 然後就不是別教的 次第三觀 中觀的智慧 所感 而且究竟三觀 究竟一心三觀所感 究竟一心三觀 就是所謂 極空極假極中的意思 以妙中地 這個妙中地 稱姓五成為題 就是以這個妙中地 趁而 這個稱姓什麼 趁而 雖然如智慧的五成 為它的國報 為國 就什麼稱姓五體 就是真空妙而境界 這五成就是真空妙而境界 真空妙而境界 是稱姓五體 這稱姓就是真空妙而境界 真空妙而境界 是這樣 那請大家看到 看到今天護表 第四頁 倒數第二行 一起唸 唸到我們看到 唸第五頁的第三項 此名長極觀土陰國 以極中觀至究竟三觀 為能感應 以妙中地 稱姓五成為首感國 此土陰亦有橫數 修則極中觀柱 非別教次第中觀 乃言教極空極假不失意中觀 此二能為能感應 首感長極觀土國 為妙中地則 非是別教之中地 乃是言教不失意中地 極真極假故稱為妙 趁姓五成則 色身相畏處 趁而正如之姓 不可失意之五成 為長極觀土之提也 就是那種 側之就是真空妙而境界 真空妙有啊 不失意的五成是這樣 大家瞭解一下就好了 那這裡面呢 講這些事啊 瞭解說因為每個圖啊 這個仕途啊 他所說用那個 他所說用那個境界不一樣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智慧不一樣 感到那個果報就不一樣 感到那個果報就不一樣是這樣 那這裡我們要看三十頁呢 為什麼這樣呢 這樣講呢 為什麼要分解這樣呢 看一下三十頁我們看一下 您仕途圓融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看一下 我們一共有事長先念 圓融這事長先念一下好了 欲令欲解作此分焙 時瀉土尊嚴 無非因嚴所生乏 何不及空甲中 所以極樂同居盡盡 真屬圓融不可限量下皆返效 為什麼要這樣分焙 為什麼要這樣分焙 就是為了讓 為什麼要做這個分焙 為了讓容易瞭解一下 是為了瞭解一下 因為雖然啦 其實每個淨土那個 就是我們知道啦 這個品位高下 全有慈敏之深情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每個人念佛的 因為你因地的修行 你念十一心不亂好了 譬如說剛才講過 你念的是三分鐘一心不亂 五分鐘一心不亂 十分鐘一心不亂 乃至三十五鐘 甚至一百分鐘一心不亂 感到的果報又不一樣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易解作作者分焙是這個意思 那一作者總統分焙是這樣 其實我們說九品完生 其實無量品也是有無量品 不是九品而已 九品是方便說而已 也是有無量品的境界 是這樣 有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真實這個事專 這個從環聖同基礎到長期觀念 這個專年淨土 無非確切事實上是因緣所生佛 就是念一生的因緣所成就出來的 我內心就看了我們念佛的深淺的功夫 成就出來 念佛的因緣所成就出來的 無無不經驗 極空極甲極公 就是剛剛講我們念中觀錄一樣 因緣所生佛 我說即時空 意為是假民 意思中那個意思 所有極樂同居 極樂同居禁都講到 這個同居禁土的境界 那個極樂同居禁土的境界 那個環聖同居禁土的境界是真屬圓榮的 什麼叫真屬圓榮 是信向圓榮的 是沒有障礙 圓榮外的是這樣 信向圓榮的是你 都是不可限量的 就是說那個境界 因為這個淨圖 這個雖然是環聖同居禁土 還是包含什麼 前三圖 就是從環聖同居禁土裡面 可以顯現什麼 其他三個圖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不可限量 雖然是環聖同居禁土 也是包含什麼 因為信向是圓榮的 是這樣 真屬圓榮是 下接返校 下接返校 就是說下面等一下 在後面就講到 也是有協理的地方 都是和這裡一樣的 信向是圓榮的 是這樣 就是說 四項有禮 禮中也有四 這個意思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看到今天復表 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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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 從第幾項 第五頁一起念 好 四頂分別 同居是圓森 方便是極空 十暴是妙甲 極官是極中 此一因言所生法 我說極是公 一名為假名 一名中道義 四句句分之 其使使徒專嚴 無不言農無礙 無非因言所生法則 使徒唯一同居獨也 無不極空則 使徒唯一不安便獨也 無不極假則 使徒唯一實暴獨也 無不極中則 使徒唯一常極光獨也 又無不極空則 不安便獨 橫跡上下山獨 無不極假則 實暴橫跡上下山獨 無不極中則 極光橫跡下山獨一難 極樂同居 即使使徒 嚴隆無礙 人名表 因言所生法 統居圖也 身文表極空 方便圖也 菩薩表極假 實暴圖也 佛表極中 常極觀圖也 趁而嚴隆之禮 乘子嚴隆之禁 其一圖 即使使徒 故曰不可信諒 嚴隆之禁 孝佑 孝佑 反孝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這個 講到最後 倒數第一樣看一下 就說 這個趁而嚴隆之禮 就是說 這個真無自信 就是 就真無自信 它那個 它那個視像上 就信像是嚴隆的 是一任 真屬是嚴隆 信像是嚴隆之禁 是這樣 但是 這個 我們要了解一下說 就雖然是個仕途 雖然是能夠 互挽互設 從大教 從大聖的角度裡面 是信像嚴隆的 是嚴隆 但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但事實上 還是有 就是說 這個 還是 還是 眾生的業力所感的境界 怎麼講呢 我這裡面講一個故事 講一個故事 或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 我先講一個故事 就是嚴宗道 嚴隆道有沒有聽過 嚴隆道有沒有聽過 嚴隆道 明朝 明朝有一位 嚴隆道的 嚴隆道祭司 他做過什麼 希望和論 在禁乳食藥裡面 禁乳食藥有一篇很重要 諸論 希望和論 這位祭司不簡單 我役大師把他 祭司你看 禁乳食藥一共十個藥 十個鋼藥 就是禁乳 西方和論就是這位 嚴隆道做的 嚴隆道祭司 嚴隆道祭司 不簡單 能夠讓我役大師把他 當作那個 在禁乳教裡面 這是不簡單的基石 真的確實 我役大師認為他開悟了 是這樣 認為他開悟了 是這樣 他本來是修禪宗的 然後 由禪宗轉 回向禁乳是這樣 他什麼時候往生 他活了 43歲就往生了 極樂世界 43歲 不簡單 43歲就往生了 你看不可思議 那麼年輕 我先講一下 這個嚴隆道 還有嚴宗道 宗是宗教的宗 宗子的宗 嚴宗道 他的哥哥 他弟弟是嚴宗道 宗是什麼 中華名的宗 宗道 宗道第一帝的宗 嚴宗道 是他的弟弟 其實他們三位是 嚴宗道是什麼 宗氏 嚴宗道就是什麼 宗徹 那個蘇巡 人怎麼講 然後嚴宗道 中間的宗 宗道 那個宗和民國的宗 那個嚴宗道是什麼 他的弟弟 宗徹 人這麼講 在宋朝的 為什麼呢 大家參考一下就好了 這樣講故事 這個故事 就是他弟弟 嚴宗道 那個這個 因為嚴宗道 43歲就往生了 你看 43歲就那麼年輕就往生了 不可思議 這個人 因為他也是有 有點典故了 我今天講到 他的弟弟 嚴宗道 神有西方 這故事人家講 他弟弟嚴宗道 也是很聰明 很聰明的人 聰明超過兩位兄長 但是個性毫萬不拘 這三位 他們這個兄弟 都是明朝的近視 都當過官的 不簡單 這兩三位都很有才華的 那這個 他們都 最後都靜修 就修學 什麼 進化門 那他 就是這位弟弟 嚴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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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說 早晚禮佛 禮佛 誦經 也靜坐 你看 就很修行的 你看 就有一天晚上呢 就嚴宗道 做往課後呢 就靜坐一下 你看 就靜坐一下 不敢這樣 然後 身性極盡了 這時候呢 忽然錄定了 誒 他的神室 就飛上空中去了 那好像 坐著雲一樣 剛好 這就兩位童子 這兩位童子 引導他向西方會去 沒多久呢 都到了什麼 像他地面上的 看到地面上的很平壇 而且地平壇 而且 光明像 光耀明鏡 明鏡啊 光明又清鏡 而且有水道 看到水上 水道有了五色的蓮花 非常芬香 非常芬香不比 而且呢 那到那個水道呢 還有金色的橋為界 他講說七寶藍筍啊 七寶羅格這樣 非常整齊 然後這個 這位元中道 就問那個童子 這是哪個地方啊 你是哪一位呢 這個童子說 我是林俄啊 我是你利修長 你修長 那個 袁弘道的那什麼 的士者啊 他正在等你 等你見面 你們 我們快去 這時候這童子 這士者就引導這個 嚴重到往前行走 經過二十多重的樓閣 停在一座樓閣下 這時候看到一個人來迎接他 就是 長得專門的 專門相貌 是這樣 然後身高一丈多 然後 這時候他見到這個人 見到中道後 哇 弟弟你來了 很高興 這個人中道 一看 原來是二哥 紅道 顏紅道 這個兩人就在上面 就開始談話 就很高興 就跟他接 這裡是什麼 是 極樂世界的編地 這裡是極樂世界的編地 編地以後 我想無量說經有聽過 邊編地 是哪 就在蓮花 就在蓮花中裡面 對不對 那是一種 遺成人 也是邊編 要遺成 在蓮花中裡面 五百年不能到淨土裡面 他是邊編 是極樂世界的編地 他這個 原來又講說 凡事沒有生性佛法 沒有生性 就對這個中道第一地 沒有生性的話 對這個生性的 而且對這個 沒生性的 而且慈戒 完全的話 都生到這個編地裡面 他又叫做蟹曼果 蟹替 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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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化佛的樓台 前面有大個蓮池 慈善有蓮花 就說 眾生都有蓮花 這些 然後就跟他講一下 這裡面 他這個 他哥哥就 袁弘道跟他講說 這邊沒有什麼 那個 吟聲 那個五義禁見 來誘惑你 是殊勝的很容易 而且在那邊有 能夠聽到 佛法很容易了解 你在這邊 不久就生到什麼 淨土了 雖然你生到便利 你不久就生到 淨土裡面去了 這個眾道就問說 二哥啊 你現在實在在何處呢 這紅道就說 因為我求生的 他說我求生淨土的業力 雖然很深 但是呢 秦子南軸太執著了 那個執著啊 秦子太深了 所以 剛開始 生到什麼 也是生到便利 然後現在呢 已經到了淨土了 就是可能在 他沒講說哪一個圖 可能在環聖通緝圖 可能在環聖通緝圖 不一定 本來他出生的是他便利 然後最後到 到了什麼 到了淨土了 是這樣 是一弄到的 那為什麼他現在便利呢 因為深情啊 遲戒不夠嚴謹 只能說 因為深情的時候 只能在什麼 地上而已啊 不能和一些大菩薩一樣 就沒辦法和大菩薩 這樣很自由自在 在空中啊 飛翔是這樣 還需要進行修行 因為剛好我素世以來 因為修行那個 智慧門利 又住了什麼 西方和論之故 他住了西方和論之故 他住了西方和論之故 趕招喔 就是說你看這個 趕招上 飛行自在啊 遊行到十分世界 聽無佛法是這樣 這時候呢 這宏道呢 就牽著這個 他弟弟中道手 飛上坑中啊 飛去幾千萬里啦 又到達一個地方了 那個非常又 非常光明照耀的 無障礙的地方 那時候算 以流禮為敵 我先講一下流禮為敵喔 先講一下啊 這關機在流為敵 但是 我明白什麼 環境為敵對不對 了解一下 因為極的世界是廣道邊際 這個要先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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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大概覺得是流禮為敵的 不是環境為敵 因為每個區域不一樣啊 七百合樹為界啊 這時候呢 樹裡面看 他講到 他描述說 哇樹 蘸彈香 就像無量收心的 蘸彈香的味道 哇 美妙的花朵 都是奇異珍寶標色啊 然後看到下面的七寶蓮池 而且那個水又發出種種的聲音啊 當然水能收法屑實 因為水是珍寶合成的 他能夠收法是這樣 而且呢 連畫畫出光芒 無色的光芒 因為連畫是珍寶合成的 所以畫出無量光明 是光色 他是講 因為光明和色澤 不像飛影之下 非常燦爛是這樣 那這裡看到怎樣呢 又看到一些 羅格很多啊 這時候呢 這時候 顏弘道就跟他講了 重點在這裡 我現在講到這裡 你今天看到奇異世界啊 都是 地形的 就是 手機的世界 就是類似他一樣 地形的眾生 住在地面的眾生 但是呢 法森大士的地方 法森大士就是 十暴莊園園的境界 十暴莊園的境界 每廟超過這裡廟千萬倍 神通也超過這邊千萬倍 我 就是說那個 這個 顏弘道說 我用我的智慧力 我雖然能夠游到那邊 但是呢 沒辦法那邊居住 我沒辦法都住到什麼 住到這個 十暴中心土的意思 另外還有什麼 十地菩薩 等級菩薩說天 那個境界 我沒辦法知道 還有什麼 長期觀進土 那是只有佛 那我也只有佛 才能夠了解 我沒辦法知道 你看 我重點在這裡 講到這裡 這樣 就是那個境界 就是雖然 我們說 雖然這個仕途 是真屬元隆的 但是呢 你看到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元隆道怎麼講 說 十暴中心土 我雖然能夠經過 但是呢 我們沒辦法住在那邊 知道嗎 就是你的 還是業力所感 我不是業力所感 你所修的功德 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 是這樣 雖然說 這個同居圖 航設什麼 這個前面上個圖 但是你沒有 你還 雖然真正的那個 十暴建築圖 你沒有那個 你沒有分破無名 分破無名 還是沒有辦法到達的 是這樣 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我在這裡講 時間關係 大家簡單講就好了 這個境界的重點 就是說你 那佛的境界 那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知道 就是那個境界 雖然是環聖同居圖 寒色的 前面三股卻死了 那這裡面呢 最後講到講 因為他這個 援龍道 告訴他弟弟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弟弟 撥的氣氛太深了 就怎麼樣 直到只會說 對這個教理 很體悟到 但是沒辦法 依教後行 就只會說 不會做 只會講 空觀 空觀見證地 就講空觀 你就是 空假觀無所住 我的身心 但講空觀假觀中觀 但是呢 就沒有去實踐他 而且沒有辭戒 沒有那個定義 就是那個 你沒有辭戒的那種 關照力就是那種 狂諱 就是你沒有辭戒 沒有那個戒定會 沒有戒定的話 雖然你有對教理的了解 通達 但是你沒有 就是狂諱而已 不是政治會 是這樣 他就講說 我和你在空王節 就是 視視為兄弟 空王節 空王的時候 無良節就是 視視為兄弟了 而且在六道中 都是兄弟 我現在很慶幸 我現在已經身在淨土裡面了 我擔心你 怕你墮落 所以用這個 方便的神通力 來引導你來這邊 因為 但是你也不能再久留 你可能要回去了 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 就是這個 我想簡單就好 因為時間關係 但是跟大家報告到此 好 我們就是 暫時 暫時學習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繼續 好 我們就回向了 願以此功德 尊嚴佛淨圖 聖報是忠恩 夏季三獨谷 若有見聞者 西窝補提心 禁止以報聲 同聲極樂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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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